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雨的说故事新 我发现丈夫出轨了 凌晨助理将醉酒的丈夫送回家 我立刻发难 谁让她喝酒的 一年前 她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医生特意强调 以后尽量不要喝酒 否则仍可能会出现心脏疾病 助理明显有些慌张 对不起 我劝过程总 可程总他不听 助理 小赵只是个打工人 他也不好过多干涉老板的决定 今晚辛苦你了 明天我会跟人资不讲 加班工资都会按三倍算 早点回去休息 我惯以打一巴掌 给个甜枣的方法 对他的发难 只是为了让他记住 以后不要让程总喝酒 至于三倍工资 则是笼络人心的手段 助理表示感谢后离开 而我则要照顾最久的丈夫 我正准备脱掉她的西装外套 放在她口袋里的手机却震动起来 这个点还有谁会给她发消息 手机屏幕亮了几秒 我看到一条消息谈了出来 今晚辛苦你替我挡酒了 过了会儿又一条消息谈出来 为了表示感谢 我明天做好早餐 带去公司等你哦 这暧昧的语气 很难不让人浮想连天 看着婚睡中的丈夫 有那么一瞬 我很想冲上去把她打醒 质问给她发消息的人是谁 但我还是忍住了 多年的夫妻情分 我不想在事情都不了解的状况下 单方面对她进行责难 而我只需要耐心等待 七点半 我将女儿送去学校 回来时正好撞见程总出门 她的身上喷了古龙香水 淡淡的冷松香 清烈 纯粹 是我喜欢的味道 记得我刚买回来的时候 程总一脸嫌弃地说道 我一个大男人 用什么香水 程总作为理工男 情绪总是不加遮掩 那时候的厌恶不是装的 那么现在 她又为了谁连讨厌的香水 都用上了呢 我没有开口质问 只是伸手抓住她的胳膊 怎么这么急 早餐吃了吗 程总眼神闪躲 没 公司出了点事 我必须得马上过去吃个早饭 要补了几分钟 你胃不好 先吃点吧 否则胃疼又要难受了 你知道公司就快上市了 这个时候不能有半点松懈 我先走了 老婆 我望着她匆匆离开的背影 没有犹豫 静止回到屋内 拿了一把车钥匙 程南科技 以她知性灌我之名 这是我们共同创立的公司 我站在公司门口 深呼吸了一口气 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程总 要是换座以前 我肯定看不上查岗这种低级手段 夫妻多年 这点信任还是有的 可现在 我真的很想知道 程总到底是不是在骗我 推开门的瞬间 程总正吃着爱心早餐 和身旁的女人有说有笑 坐在他身旁的女人 长相明媚 身材火辣 即使穿着职业套裙 也依然遮掩不了他本身的艳丽 反而多了几分制服诱惑的味道 开门的声音惊扰了两人 程总极不耐地转过头 看到我的瞬间 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慌乱 他立刻站起身 声音都有些不自然 老婆 你怎么来了 听你说 公司出了状况 就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我强压下心头的怒火 带着一丝审视的味道 看向那个女人 原来 这就是你要忙的事啊 程总连忙跑到我面前 结结巴巴地解释 本来是要忙的 但客户临时有事 换了时间 我没吃早饭 刚好唐靖多做了一份 所以我才是这样吗 我的目光落在那个叫唐靖的女人身上 唐靖上下打亮了我一番 嘴角带着似有似无的笑意 程总的确是因为公司的事赶过来的 不过这份早餐是我特意为程总做的 唐靖 你在胡说什么 程总语气不善 什么叫特意为我做的 我拉住程总 安抚好他的情绪 不急 先听听他的解释 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 对于这种想靠姿色上位的女人 我见得多了 她刚才打亮我的眼神 不过是认准了我 没她年轻 没她好看 所以才会故意挑衅 想看到我失控崩溃的撒泼 朝她声嘶力竭的质问 两相对比 她反而显得更加出挑 可是她失策了 原本自信的表情有一丝军烈 所以你的解释我耐着性子再问了她一遍 身旁的程总有些紧张 身体僵硬 唐靖抿了抿唇 看向程总 缓缓开口 昨晚和合作商吃饭 我酒精过敏 程总他帮我挡了酒 我想表达感谢 所以今天特地带了自己做的早餐过来 冒昧问一句 唐小姐在公司的职位是什么 我是程总的秘书 我转过头看了眼程总 他心虚地一开视线 原来是秘书啊 唐靖有些得意地勾唇 是的 程太太 我是程总的秘书 我松开挽着程总的手 朝唐靖走过去 他 直接打了他一耳光 唐靖捂着脸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凭什么打我 你一个秘书居然要老板替你挡酒 那是程总自愿的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就凭我是他的妻子 我看了眼程总 他想要上来拉我 可对上我冷淡的目光 还是退了回去 我松了松手腕 他一年前做过心脏搭桥手术 喝酒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身为秘书 你不能帮老板分忧 还将他置于危险中 怎么 不该打吗 我给你半小时的时间 写好辞职信交上来 唐靖的脸色红了又白 他张了张嘴 那些到了嘴边的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他含泪看向程总 程总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程总太了解我 这种时候说多错多 他不会插手 更何况只是一个女人 怎么可能抵得过 我们共同创立的公司 唐靖的确长得漂亮 但女人单单只有漂亮 是不够的 一个凶大无脑的蠢货 在任何时候 都是最先被放弃的棋子 怎么 唐秘书还要我亲自动手吗 唐靖怨恨地看了我一眼 不情不愿地离开 办公室内只剩下我和程总两个人 老婆 我错了 程总态度诚恳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我和他真的没什么 我当然知道他们没什么 毕竟暧昧的苗头刚有 就已经被我无情地掐断了 唐靖空有美貌 他如果真的和程总有什么 刚才就捅破了窗户纸 根本不会乖乖受着 程总我一直坚信 你和别人是不同的 我看着他的目光不无失望 人真的是会变的 很早以前 我就知道生意场上的男欢女爱 早就被明码标价 真情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可程总不一样 他事事以我为先 曾经也有女人故意勾引 当着他的面 拖得一丝不挂 程总是怎么做的呢 他直接打电话举报 最后我是在警局接到他的 那时候我和他开玩笑 他长得挺好看的 你又不吃亏程总 反而生气了 他粗暴地吻我 通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老婆 我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女人 别的我谁也不要 以后别开这种玩笑 我会难过的 程总给了我十足的信心 我也还他百分百的信任 都说婚姻走不过七年之痒 可我们结婚十年 感情更甚从前 可是现在有些东西变了 他的爱不再纯粹 就像上好的和田玉掺了杂志 唐靖慈离职之后 一切看似恢复了平静 可我们都知道 信任就像一面镜子 一旦有了裂痕 就难以复原 程总 在努力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每天事无巨细地向我汇报行程 下班时会带一些小礼物 我默默地接受程总的示好 不主动 不拒绝 每每看到程总失望的表情 我也会怀疑这样到底是对还是错 李姓告诉我 他犯错了 不值得被原谅 感性却告诉我 别太执拗了 周一南 程总只是不小心走错一步 他并没有背叛我们的婚姻 何况我们还有女儿 最终 感性战胜李姓 我决定再给程总一个机会 周六是程总的生日 我早早订了蛋糕 又做了一大桌菜 打算今天跟他讲和 可我和女儿从七点等到十点 也没看到他的身影 妈妈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女儿困乏的眼睛都眯起来了 她的睡眠时间一直都是晚上九点 今天为了给程总庆祝生日 特地陪着我等待 现在 可我给他打了几十个电话 都是无法接通 看着女儿期待的表情 我极力掩饰失落的情绪 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乖乖 你要不要先回房睡觉 不 我要等爸爸回来 还没有切蛋糕呢 程总电话打不通 我只好打给他的助理小赵 电话很快被接通 那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太 太 这么晚了 您找我有事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问问你 你现在和程总在一起吗 程总说 今天有事 提早走了 好的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这么晚还打扰你挂断电话 我有些心绪不宁 程总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悬棺处传来指纹确认的声音 我立刻站了起来 女儿动作比我更快 她大声道 爸爸而后 小跑着冲进她的怀里 程总张开手将她抱了起来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 今天是你生日 她非要等你一起回来切蛋糕 我自然地接过话 程总有些惊喜地看向我 大约没想到 我会如此心平气和地同她说话 其实说出口 反倒觉得没那么难以接受 爸爸 生日快乐 女儿抱着程总的脖子 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 程总抱着女儿走到我面前 俯身吻了吻我的脸颊 她靠在我的耳畔呢喃 老婆 对不起 还有谢谢你 她退后一步 满眼柔情地看着我 她还是喜欢我的程总 尽管在某一瞬间走错过 但她依然是我的爱人 程总生日那天 成了我们关系破冰的转折点 我本以为一切终于回到正轨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给了我当头一棒 那是在寻常不过的下午 我的手机忽然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周一南 你真以为程总还爱你吗 程总爱我吗 这点我毫不怀疑 因为我曾是程总黑暗人生中唯一的一抹光亮 我生在大山 长在大山 因为是女孩 所以从小就不被好好对待 父母重男轻女 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弟弟身上 而我从四岁起就要承担家里的农活 他们总说养儿才能防老 像我这样的女娃 到了年纪就嫁出去 还能换几头羊回来 我就在这样的打骂和侮辱中渐渐长大 直到七岁到了上学的年纪 我才终于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我渴望学习 渴望知识 在别的孩子成天想着去哪抓鱼掏蛋的年纪 我想到的是怎么靠读书走出这座大山 也是在学校我遇到了程总 那个时候的他看起来瘦瘦小小 浑身都是青子 唯独那双眼睛亮晶晶的 透着不服输的坚韧 那是我第一次对同学产生兴趣 我凑过去跟他打招呼 你好呀 我是周一南 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 可他越是这样 我越觉得他有趣 我总是跟在他身后 他似乎总是受伤 额头的伤口还没好 脖子上又添了几道清晰的血痕 程总 你又被打了 同班的几个小孩 跑到程总面前嘲笑他 该 谁让你妈跟人跑了 你以后都没骂了 你是把屁股缝到嘴上了 嘴巴那么臭 周一南 你敢骂我 你信不信我 告诉老师 带头的小胖子 是我们班主任的儿子 因为这个关系 在学校里总是腰五喝六 身后还总跟着几个小跟班 可今天 我还就跟他杠上了 反抗的后果就是我被罚打扫操场 连带着程总一起 他依然表情淡淡的 好像所有事都与他无关 但还是有些东西变了 比如程总对我的态度 他不再是冷冰冰的 反而多了几分温柔 周一南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看着他想了很久才开口说道 因为你长得好看 这话是真的程总 虽然又瘦又小 但那张脸却生得很精致 不像山里的孩子 但其实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程总和我是一种人 不服输不认命 程总那天和我说了很多 他生得好看原本就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个美人 可他生来就不属于这里 他是被拐卖来的 十八岁的程总 母亲原本想攒钱凑学费 却被人贩子欺骗 卖进了大山里 从程总记事起 他的母亲都是被铁链拴住 他那双眼睛总是浑浊的 瞧不出半点生气 程总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这样的家庭关系不对 他的妈妈本可以幸福 却像牲畜一样 被关在那样的地方 后来他到了上学的年纪 便寻了个机会帮助母亲逃走了 程总故意在山上磨蹭到深夜才回家 那时候 母亲已经跟随上下山的大巴车 逃离了这座禁锢了他八年的大山 后来的事你也知道了 程总苦涩地笑道 我爸觉得是我放走了我妈 每天都打我出气 可他又不敢弄死我 因为他的钱再买我妈那会儿就花光了 就剩下我一个独苗儿 他舍不得我死 他冥冥在笑 可眼底尽是悲伤 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慰 只能伸手紧紧地握住他 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 会吗 程总的声音里藏着迷惘 一定会的 我特别坚定地对他说 程总 我们一起考大学吧 离开这里 他想了很久才终于应了一声 好 自那以后 我和程总形影不离 他依旧带着伤 只是人却开朗了许多 我带着从山上挖来的草药 碾碎了敷在他的身上 以至于童年的记忆里都是草药味 我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到我们高考结束 等我们一起考上大学 就能离开这里开始新生活 但我做梦都没想到 高考才刚结束 我爸便开始给我张罗婚事 女娃娃读那么多书 有什么用 最后不还得嫁人 我爸拿着烟杆吐出一口烟雾 说 妮子 爸这是为了你好 趁着你年轻 给你寻一户好人家 将来生了儿子 你就享福了 我冷冷地笑道 我妈也生了儿子 她想过什么福 记得我弟弟刚生下 我爸就逼着我妈 给他做饭洗衣 寒冬那月 我妈惨白着一张脸 双手冻得通红 那时候 我便下定决心 我绝不会过这样的日子 我爸抬起烟杆 狠狠地砸向了我的头 混账东西 这就是命 谁让你是女的 温热的血从头上流到脸颊 我伸手摸了一把 抬头看向她 我不认命 我爸又把我揍了一顿 打得我几乎下不来床 但她不知道 这也是我计划中的一环 早前有一天夜里 我就听到她和我妈说话要把我嫁出去 我便算准了一切 包括她动手的时间 以我现在的状况 她不可能把我送人 毕竟山里人迷信我满身是伤 不吉利 几天后 我趁着我爸妈去说梅 终于等到机会跑了出来 而程总早已经等着我 十八岁那年 我和程总终于逃离了大山 我们是彼此的依靠 最终在陌生的城市安家落户 慢慢地组建起我们的小家庭 唐靖出现之前 我从没有怀疑过程总 可现在却不敢笃定程总 今天回来得很晚 程总提前给我发消息报备 说是今晚有一场商业聚会 我简单嘱咐他几句 叫他不要喝酒 或许是童年被虐待之后的十几年 我在怎么努力也始终没办法将自己的身体 调整到最佳状态 但比起之前 似乎已经好了很多程总 十一点多才回来 我还在客厅等他 他看到我立刻走上前 拥住我老婆 今天好累啊 我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背 水已经放好了 去洗个澡放松一下 程总听话地进了浴室 我拿着他的换洗衣物 正准备丢进洗衣机 却在他的衬衫内衬里 发现了一根压麻色的长头发 心底末地一惊 我又想起下午的那条短信程总 他真的背叛我了吗? 晚上 我和程总躺在床上 他抱着我 一如从前的每个夜晚 我想起那根头发 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老公 今天参加的是什么聚会? 有我认识的人吗? 嗯 就是圈子里那些人 哦 对了 你估计怎么都想不到 许青州也来了 当年投资失败后 灰溜溜出国 没想到最近重新回国发展 好像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程总的声音里 透着几分轻慢 许青州 我默默地记住这个名字 第二天 程总照常上班 而我在手机通讯录里找到了许青州的名字 许总 听说你回国了 变化那头传来低沉的男生 周一男 是我 把玩灼手里的茶壶 装作不经意地提到 昨晚我老公参加的聚会 说是碰见许总了 文言 许青州轻笑一声 过了这么多年 程总还没有放下吗? 许青州的意思我听得明白 当年他不知道我和程总的关系 还追过我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 我和他说清楚之后 许青州就刻意和我保持距离 一直到他出国 我都没再见他一面 许总说笑了 只是老熟人见面 想续续旧而已 续旧? 许青州好似有些诧异 昨晚他接了个电话匆匆离开 从头到尾都没和我说过一句话 续得哪门子 就许青州这番话说出来 我的心跌落谷底 但我仍强装镇定 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他走得很早吗? 我还以为 昨晚跟许总聊了很久呢 回来一直跟我提起宴会 七点半开始 他八点就走了 许青州顿了顿 他和你提起我 恐怕只是男人的胜负心吧 我随意敷衍了几句 便挂断了电话 承总 他真的在骗我 八点到十一点 中间整整三个小时 他究竟去了哪? 又和谁在一起? 那根头发到底是谁的? 那个女人似乎有意在挑衅我 承总的身上总是会不经意留下她的痕迹 有时是香水 有时是口红印 他做得小心承总 压根没发现 否则断不会带着别人的痕迹回家 他太清楚 我刚列的性子 一旦认准了 绝不会回头 显然这一切本就是做给我看的 我明白了一件事 那条短信是他发来的 是预告 也是挑衅承总 晚归的时日越来越多 他总是借口用工作来搪塞我 对我的态度也越发不耐烦 承总出轨了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 心里涌出巨大的撕裂感 惶恐不安 当年那个为了我奋不顾身的承总 渐渐变成我不熟悉的样子 我痛哭出声 哭到嗓子都哑了 然后默默地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开始 我从不打无把握的仗 自从唐靖之后 承总行事十分小心 他的手机看不出半点猫腻 而我只能从那个女人留在他身上的痕迹判断 他们每天都在见面 我花钱请了个私家侦探 让他帮我盯着承总 找到他出轨的证据 私家侦探的动作很快 没几天便拍到了照片 当我看到照片里的女人 整个人像被泼了一盆冷水 寒凉刺骨 于慧 她是我资助的孩子 我怎么也没想到她竟然是破坏我家庭的小 三十年前 于慧在地震中失去双亲 成了孤儿 我和承总从大山逃出来之后也便没再和家人联系 我们没办婚礼 留下这笔钱准备捐助给更有需要的人 而我们的首选就是孤儿院的那些孩子 于慧就是我选中的资助对象 他身是可怜又坚韧不屈 看着他总是让我想到过去的成总 我负担了他从初高中到大学的所有开销 他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考上了一所985学校 毕业之后 我又安排他到成都的公司实习 这样也方便他以后找工作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尽心尽力资助的对象 他竟然背着我和成总搞到了一起 东郭先生与郎的故事居然在我身上发生 我哭着哭着就笑了 生命中最看重的两个人双双背叛 天底下还有比之更讽刺的吗 我擦干眼泪 并不急着去找余慧 而是先去找了我的学弟孟辉 他小我两届 现在已经是知名律师 最擅长的就是离婚 官司背叛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会让他们知道出轨的代价到底有多大 学姐真的是你 孟辉看见我脸上掩饰不住的惊喜 刚才看到预约名单 还以为只是同名呢 没想到真的是学姐 我玩耳一笑 是啊 这么多年没见 没想到你都变得这么优秀了 学姐你就别取笑我了 我可知道 你毕业后创立的那家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了 提起这个 我不禁苦笑 公司是我和成都一起创立 他如今是功成名就的大老板 而我放弃工作 为他洗手做羹汤 换来的却是他的背叛 学弟 我今天来找你 其实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我拿出四家侦探拍的照片 这是我老公出轨的证据 在孟辉诧异的目光中 我不慌不忙 又拿出一份文件 这是十年前 他和我签订的婚前协议 里面有一条 一方出轨 过错方名下所有资产 将自动转到受害方名下 这也就意味着 一旦离婚成总 必须净身出户 十年前的成总 坚信自己绝不会背叛我 所以他主动增加了这一条 没想到有朝一日竟然会成为我对付他的武器 孟辉看向我的目光中多了几分怜悯 学姐 你还好吧 好与不好 有些事情都要面对 我双手交叠 郑重其事地开口 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做完这一切 我主动联系了余慧 我们见个面 我们约在咖啡厅见面 三点钟 我在靠窗的位置等他 余慧姗姗来迟 他看起来比之前风鱼了些 皮肤白皙红润 漂亮的脸蛋 洋溢着年轻的气息 不得不承认 年龄是骗不了人的 无论用多么昂贵的护肤品 都比不上真正的胶原蛋白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余慧身材很好 唯独小腹微微隆起 我盯着她的肚子 心里有了不好的想法 姐姐好久不见 余慧温柔地和我打招呼 扶着腰坐到我的对面 不好意思 姐姐 我怀孕了 所以走路很慢 你等很久了吧 她的语气里 藏不住的得意余慧 别在我面前演戏 我双手环抱在胸前 冷冷道 你做了那么多 不就是想让我来找你吗 我盯着她的肚子 你怀的是成总的孩子 姐姐还是那么聪明 我就知道 什么事都瞒不过姐姐 你想要我的位置 余慧连起笑意 姐姐我自己倒无所谓 可我总归 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 我总不能让她一出生 就是个没有父亲的私生子 您也是 母亲应该了解我的心情 别拿我跟你比 我可不会知三当三 还怀上孽种 余慧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姐姐 你话说得太难听了 我讥讽地看着她 余慧 你都能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来 还怕我说吗 我资助你十年 就是为了让你破坏我家庭的 余慧脸色变了又变 她沉思片刻 又像是想到什么 你资助我的钱 我早晚会还给你 可我没破坏你的家庭 是你给不了成哥想要的爱 他才会来找我 所以 姐姐我也是为了帮你 与其让成哥被不三不四的人勾搭了去 倒不如成全了我 往后就让我拿起咖啡杯 直接破到了她的脸上 余慧气得惊声尖叫 你在干什么 给你醒醒脑 我自认是个脾气不错的人 但很明显余慧已经踩到我的底线了 曾经那个坚强不服输的姑娘 已经变成我不认识的模样 没有底线 没有三观 恶意破坏别人的家庭 甚至捂到我的面前 来耀武扬威 余慧你 故意搞这要多事 不就是想逼我离婚吗 他擦脸的手突然停了下来 一双眼睛紧盯着我 似乎在等我开口 可你有没有想过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离婚 对 你不过就是娃娃而已 不可能余慧突然拔高了声音 成哥说他现在爱的是我 是你一直缠着他不放 我忍不住吃笑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 既然你不相信 不如我们打个赌 余慧一心想取代我成为成太太 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而我也早已经为他准备了巨大的惊喜成总的 脸上多了几道新鲜的抓痕 看向我的目光更多了几分审视的味道 你去找余慧麻烦了 你现在是在为别的女人审认我吗 我重重地放下咖啡杯 抬头对上他的视线程 总被我这么一下唬 表情有些慌张 梅余慧不是你资助的小孩吗 好端端的 你找他做什么 我玩味地勾起唇角 你知不知道他怀孕了 这个我不知道 成总此刻已经不敢看我 他拨弄着手指头 壮弱不经意地开口道 再说 就算怀孕了 那也是好事 你怎么还动手呢 我资助他十年 不是为了让他自甘下贱 给人打小三 他这样的行为不该打吗 我将之前拍的照片重新打印了一份 尽数甩到成总的脸上 成总捡起照片 脸色煞食白了 成总 你可真是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我丝毫不掩饰内心的愤怒 压抑那么久 就是为了这一刻 就算你要偷星 难道不可以换别人吗 你非得这么羞辱我 看着我被你们蒙在鼓里 你是不是特高兴 老婆 不 不是的 你听我解释 成总伸手想要拉住我 却被我狠狠地甩开 别碰我 成总 你好脏 你和他在一起这么久 连孩子都有了 还要在我面前装深情 你不累吗 我嘶吼出声 早已经顾不得所谓的体面 这些天我一直压抑地怒火 终于在这一刻得到释放成总 被骂得脸都绿了 他重重地拍了桌子 周一南 你非得这么跟我说话 不然我怒急返笑 成总是你出轨在先 你怎么有脸跟我吼的 成总表情阴沉 他深吸了一口气 我可以解释 我轻笑一声 坐到沙发上 好 我听你解释 成总见我坐下 舔着脸准备坐到我的旁边 见我表情不对 又乖乖地站在一旁 于慧是个孤儿 当初在公司里没少被人欺负 我帮了他几次 后来他私下请我吃饭 跟我聊起了你 聊起了他死去的母亲 他说不想一辈子孤苦伶仃 他想要个孩子 我忽然感觉看不懂他成总 怎么能说出这样恶心人的话来 我强忍着内心不适 压抑着情绪 讽刺地问 你这么想要为他包办一切 你可以去医院 为他捐精 他竟然认真道 我们都信不过十字会 我被气笑了 所以 你亲自去他的床上捐够了 周一南成总气急败坏 我不过是可怜他 给他一个有优质基因的孩子 我有什么错 我气笑了 站起来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 打得他头偏向了另一边 我颤抖着声音问他 难道是我错了吗 成总 是你出轨了 我一直相信 我可以和成总走到最后 比谁都要幸福 从前太苦了 好不容易苦尽甘来 本以为我们会是彼此人生中的唯一 可到头来 只有我停在原地 我闭上眼睛 泪水不受控地落下 我被过身 快速擦干了眼泪 离婚成总不肯答应 他故意避而不见 想用这种方式糊弄过去 可我又怎么能让他如愿 我公开了和成总对话的录音 并且找了几十个营销号宣传 很快热搜就爆了 评论区精彩 分成出轨新名词 因同情而捐精 他只是想给可怜女人一个孩子而已 直接捐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趁着热度正高 我将照片整理成pdf文档 图文并茂地详细描述了他们出轨的过程 包括我资助十年的孩子 最后反咬一口 破坏了我的家庭 原本出轨小三 就是被唾弃的存在 更何况 这样以怨报德的行为 更是惹得全民开骂 照片虽然打了马 但两人的身份都有深厚的感情成总 沉默许久 终于松了口 我同意离婚成总 净身出户 什么都没带走 拿到离婚证那天 于慧羊水破了 送去医院 接到电话的成总 匆忙赶了过去 我在晚上收到了成都发来的消息 于慧生了个儿子 母子平安 我面无表情地删掉了短信 顺势拉黑了他的号码 女儿靠在我的怀里 妈妈 以后爸爸不回来了吗 不回来了 再也不回来了 我想起过去的温情 顿了顿 不过他永远都是你的爸爸 倒不是我念旧 而是大人的事 我不想让孩子掺和 不管怎么说 女儿是我们俩的成总 要是想来见他 我也不会阻拦 我重新接手了城南科技 恢复职场生活 因为我之前引爆的那颗雷 导致公司内部出现了很多问题 可我并不畏惧 因为经历过绝望 才会变得强大 一年后 我在星河广场遇见了渔慧 此刻的他靠在六十多岁的老头怀里 强颜欢笑 他也看见了我 脸色一变 狠狠地瞪着我 我不禁有些好笑 不过短短一年时间 他就已经忘掉真爱 看来成总对他的吸引力 还不如金钱实在 毕竟他连六十多岁的老头 都吓得去嘴 他原本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 闯出一片天的 可惜一步错步不错 看到他的近况 我更加好奇成总现在怎么样了 不久后我果真见到了他 成总早已没了昔日的风采 他勾搂着腰 衣服皱巴巴的 他跪在我面前 痛哭流涕 老婆 我知道错了 我还是爱你的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一脚踹开了他成总 别来恶心我 都到现在这个时候 他居然还想装深情道德绑架我 可姑奶奶不吃这套成总 拉下脸 他粗喘着气说道 难道你想让女儿在单亲家庭长大吗 同学欺负他怎么办 你能保护他吗 比起单亲家庭 我更不能让我的女儿跟出轨的父亲生活成总 本想借女儿翻盘 不想我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周围路人的指质点点 真不要脸 出轨了还敢提女儿 真小三 上床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女儿呢 真虚伪 美女我支持你 这种出轨渣男就该让他滚远点成总 本想道德绑架 没想到被我反将一军 我没想到他居然混到这种地步 不过这也是报应吧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是许青州故意打压 让他不能在这个行业生存 当年的仇 他到底是报了成总 三十几岁的年纪 想要重头开始 早已经跟不上时代 他只能辗转在各种工地上打零工 一天赚百来块钱 还要养活孩子 日子过得紧巴巴 至于慧他棒上的老头 有先天性心脏病 和他在床上交流的时候 马上封死了 这事闹上了新闻 于慧也再次出了名 只是这次他没那么幸运 不知道谁在网上伸扒了他的底儿 发现他是冠三 从上大学开始就勾引教授 他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工作丢了也没男人愿意要他 嫌他不干净 后来他干脆回去找成总 想和他过日子 成总哪里肯 两人整天吵吵闹闹 生活一地鸡毛 而我早已经带领团队成功让公司上市 成为本市最年轻的女企业家 这年我刚刚三十五岁 故事二 离婚后 孩子的抚养权交给了丈夫 殊不知成为了他私生子的渗源 在居室里 我正在为二宝喂奶 期间我丈夫这个已离家两月的男人突然出现 他的脸色看上去十分沉重 这让我不禁紧张 他对我说 等二宝睡下 我们有话要谈 二宝在吃完奶之后 很快就昏昏欲睡 我抱他进卧室 不一会儿他就沉沉睡去 出来后 我看到丈夫冰冷的目光 我心情低落地坐在沙发上 低头对他说 你开始说吧 他冷静地说 我想我们应该离婚 我前女友回来了 他一直在我的心里 我们离婚后 两个孩子分开照顾 老大归你 老二跟我 房子留给你 车子归我 我只需足够生活的存款 如果你不同意 我们就打官司 我会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 那时候你可能连一个孩子的抚养权都没有 更别提房子了 说完后 他在桌子上扔下一份离婚协议书 就离开了我们的家 他没有等待 我多说一句 我也只是默默地听他说话 直到他离开 我和张礼已经结婚五年 二宝现在只有一岁半 那时候我们俩年纪都不小了 相识半年就决定结婚 婚后不久就有了大宝 为了我能全心全意照顾孩子 他让我在家里待着 他一直对我很体贴 我感到自己嫁对了人 他总是知冷知热 然而 在我怀上二宝后 我们开始变得越来越疏远 后来我得知 原来是他的前女友回来了 我从亲戚那里听说 他的前女友因为要出国而被迫分手 他们曾非常恩爱 如此一来 他和前女友重逢已经快两年了 二宝出生几天后 他才来医院看望我的婆婆 负责照顾大宝 我妈妈在照顾我和二宝 尽管我早已知道她有外遇 但我仍然抱着一丝希望 但她的行为已经让我感到彻底的失望 我知道我和张礼的离婚是迟早的事 但真正要面对离婚 我的心里还是无比痛苦 现在她还告诉我要失去二宝的抚养权 我更是难以接受 但如果不答应 我可能连大宝的抚养权都会失去 如果我没有放弃工作 我还有可能争取到抚养权 但现在我已经离开职场很多年 重新工作很难比得过她的经济实力 我只能接受 但我并不在乎房子和钱 我只想要我的孩子 我会先同意离婚 等我有能力了 我会争取回二宝的抚养权 第二天 我安排好孩子 拿着离婚协议书去了她的公司 正好是午休时间 公司里没有人 她通常会在公司午休 我没有预先告知 就去了她的办公室 当我刚到她的办公室门口 准备推门进去时 她的电话声让我手停在半空 什么? 竟然要把我的二宝送给她的前任当女儿 原来张礼的前女友李安娜因为不孕无法生育 她非常喜欢孩子 她竟然如此决绝地将我和女儿分开 只是为了满足前女友的愿望 我绝对不能接受我女儿被她这样夺走这场婚姻 我不能轻易就放弃 现在我的公婆还不知道我们要离婚的事 我为张礼生了两个孩子 他们非常欣赏我 不会轻易同意我们的离婚 我离开了她的公司 回到了家 正好晚上婆婆要来看孩子 我故意把离婚协议书放在卧室的化妆台上 婆婆一进门就要看二宝 一进卧室就看到了我放在化妆台上的离婚协议书 她抱着二宝叹气 然后婆婆抱着二宝问我 张礼是不是欺负你了 你告诉我 我会帮你解决 但是女儿离婚不是闹着玩的 不能冲动 婆婆的话音刚落 我便无法自制地大哭起来 流泪的同时对婆婆叹息道 妈 我真的不是主动要求离婚的 张礼师硬要与我解除婚约 我已无计可施 我哽咽着泪水不再控制地滑落 无论如何 婆婆始终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她的内心总归是为自己的儿子着想的 婆婆虽然表面上支持我 坚决反对张礼和我离婚 但实际上 她早已劝告儿子 考虑到我为她生育孩子的辛苦 试图和平共处 即使真的决定离婚 孩子和财产也应该保留 不能完全交给我 婆婆对我是否真心关怀 我已经无所谓 只要她在这个时期站在我这边就够了 张礼知道 婆婆了解到我和她的离婚事件 情绪明显变得焦躁起来 张礼原本打算在离婚完成后才告知公婆 现在婆婆提前知道了 肯定会产生阻力 使得事情变得复杂了许多 我与张礼的离婚事宜因此暂时搁浅 我就想要这个暂时的停顿 这样我才有足够的时间查找张礼和她的情妇婚内不忠的真相 虽然我一直在家照顾孩子 社交活动非常有限 但我并非容易受人欺凌的人 还是有一定的人脉资源的 我找出我的好朋友陈米共享这些事情 她是一家外企的高级经理 人脉广阔 对人的了解与研究几乎是家常便饭 我把张礼和李安娜背叛我的事情告诉了陈米 陈米看着我鄙夷地说 我早就告诉过你 我对张礼的看法不高 我也提醒过你 可你一直把她当作宝贝 现在可好吃亏了吧 我气愤地瞪了陈米一眼 好了 不要再在这嘲笑我了 你能帮我解决这件事吗 如果不能的话 我就走了 虽然陈米在企业中 地位崇高 但在我面前 她毫无架子 一见我生气 立马适宜投降 好了好了 我知道错了 我马上就帮你处理 你为什么这么急呢 说完 陈米就拨打了一个电话 我已经找人开始调查李安娜了 你就耐心等待 别自乱阵脚了 有我在 张礼绝对不敢欺负你 陈米完成这一切后 还做出了挺胸保证的动作 身着端庄的职业庄的陈米 做出这种动作显得相当滑稽 我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 原来李安娜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单纯 也许张礼对她的了解也并不深入 陈米动作果断 只用了两天 就把李安娜的所有信息摆在了我面前 甚至连李安娜小时候上的幼儿园都调查出来了 我并不在乎李安娜那些无关紧要的过去 我关心的是她为何不能生育 又为何要抢走我的女儿 我本以为李安娜只是热爱孩子才会抢走我的女儿 没想到她竟有更深的目的 李安娜并非不能生育 她甚至有一个两岁多的儿子 想来就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 张礼和李安娜一直保持联系 所以有个孩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李安娜的儿子患上了急性白血病 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才有可能痊愈 这个消息让我全身冰冷 没想到张礼竟然这么残忍 我的二宝也是他的女儿 他怎么忍心让只有一岁多的女儿去做骨髓配型 为了他的前女友 竟然不顾及我和二宝 我彻底看透了张礼的无情和冷酷 我绝不会让张礼带走我的孩子 绝不对于丈夫与李安娜的阴谋 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在与陈米简单共进一餐之后 我们各自走开 陈米告诉我 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找她 这让我感觉心里有了后盾 让我感到更加安稳 当我回到家 婆婆非常关心地问我是否已经吃过午餐 我只是微微点头 然后去看望二宝 毕竟婆婆对我还是很好的 这个家里我最不能容忍的只有张礼 我看着正在午睡的二宝 内心充满了疼爱 一旦想到张礼的冷酷 我的眼泪就会不自主地滚下来 既然张礼为了那个小三 不顾一切地伤害我的孩子 我绝不会让这对恶劣的男女达成他们的目的 直到深夜 张礼才回家 他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 靠着我躺下 没多久 呼噜声就想遍了整个房间 此刻 我们两个躺在同一张床上 但感觉就像中间隔着一座高峰 就像我们现在的关系有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张礼每天深夜才回家 我不用猜 也知道她去了哪里 她宁愿每天陪伴李安娜的孩子 也不愿多看我和她的两个孩子一眼 如果在不知道她和李安娜孩子的事情之前 我会觉得她是个爱孩子的人 但现在想想 她根本不配做我的孩子的父亲 我紧紧抱着二宝整夜未眠 脑海里不断回想我和张礼结婚这些年的种种事情 曾经张礼也是个好父亲 但她太过自私 她最爱的只有她自己 此日 我像平常一样把大宝送到幼儿园 而婆婆则在家照看二宝 送完大宝之后 我再次与陈米见面 陈米查到李安娜为了方便照顾孩子 在医院附近的酒店租住了一间豪华套房 是张礼出钱租的 这个张礼平时对我和孩子却一毛不拔 每月只给我一千块钱 还让我精打细算 但对那个小三却舍得租每天几百的豪华套房 想想真是自己都觉得可笑 对于婚内出轨的证据收集 我一窍不通 但陈米却非常专业 她告诉我 即使在愤怒 也要保持头脑清醒 了解法律 才能帮助自己陈米 把她的一些方式告诉了我 我一时之间惊讶地说 这样也可以看着我惊讶的表情 陈米说 爱 不懂法的真是可怕 如果没有我 你现在可能已经被张礼玩弄在手心了 没有陈米的帮助 我可能真的会被张礼和李安娜玩弄于鼓掌之间 此时我也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张礼应该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聪明 李安娜的儿子病重 会有专门的护士全天候照看 他只需要在正常时间来陪伴孩子就可以了 所以 李安娜每天都会住在酒店里 张礼也会每天去陪他 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会发生什么 这一天我告诉婆婆 我要回娘家 婆婆没有多说什么 就让我回去了 我让我妈看着 二宝找了个借口就出门了 陈米开车带着我在酒店门口等待到了晚上九点多 我看到张礼和李安娜手牵手回到酒店 看着他们牵手的样子 我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 看到我紧握得手沉迷 说好了 渣男就是渣男 别再多想了 我红着眼眶 微微点头 我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张礼和李安娜的对话 她对李安娜的温柔是我从未体验过的 一切早已准备就绪 我将张礼在旅馆内寻欢作乐的事情如实向警方举报 并提供了旅馆以及房号的详细信息 很快 警察们赶到了现场 而他们破门而入的动作 让正在房内的张礼和李安娜如同被惊吓的小鸟一般从床上蹦了起来 四处寻找衣物并试图穿上 此刻的张礼和李安娜的惊慌失措全被警察们记录了下来 他们显然没有预料到会被警方抓获 并指控为吊舱 事情的发展 接下来就很顺利 张礼和李安娜被带进了派出所 警方通知我过去 在收到电话后 我很快就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 张礼看到我像是看到了救命的稻草 让我尽快证实他定位调差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衣衫不整的样子 向警察表明了我和张礼的婚姻关系 警察们对我的回答明显感到困惑 他们对李安娜的身份以及张礼和他的关系感到不解 这个时候张礼被迫透露了他和李安娜的真实关系 误会解开之后 我为张礼做了保释 但对李安娜 我并无任何责任让他的家人来接走他吧 张礼自己也处境艰难 只得把李安娜留在了派出所 第二天 张礼和李安娜的事情就传开了 得知此事后 张礼的婆婆痛骂了张礼一番 我看着尴尬窘迫的张礼 心里没有任何同情 反而有些暗自庆幸 我在送大宝去幼儿园后 再次去了派出所 带着户口本和结婚证 将张礼和李安娜被捕时的供词打印了出来 手中拿着这份合法的出轨证据 我立刻感到了释然 我抬头看着晴空万里 心中感到了无比的宽慰 至少我已经有了保护我孩子的工具 然后我找到了陈米 将证据交给了他 他让我放心回家 由他来安排一切 陈米坚定的眼神 让我感到了安心 回到家后 张礼用怪异的眼神 看着我问道 是不是你搞的那天的事情 我懒得回答他 直接走进了卧室 张礼立刻跟着我进了卧室 大声质问我 你个狐狸精 你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 给了安娜很大的压力 我震惊地看着张礼 到了这个地步 你竟然还为那个小三担忧 如果你这么爱他 就跟他结婚去吧 你们两个人一起过 我说完就把离婚协议书 扔在了张礼的脸上 张礼愤怒地把我推到一边 接着看了看离婚协议书 没多想就同意了 离婚婆婆看了离婚协议书 愤怒地大骂我 你个狐狸精 早就设计好这一切 我不同意 我并不想再理会 这对纠缠不休的母女 整理好行李 带着二宝准备回娘家 听到我要走 张礼立刻慌了 跑过来质问我要带孩子去哪里 我早就知道张礼不会轻易让我带走孩子 但我不希望孩子受到伤害 所以我提前把大宝送到了我妈妈家 并特意叮嘱了妈妈二宝 因为还在哺乳期 我不能放下二宝 于是我冷静地警告了张礼 张礼无奈地只好让我带着孩子走了 第二天 我就提起了离婚诉讼 当庭审理开始后 我出其不意地把张礼和李安娜在警察局的供述交给了法官 张礼顿时被判定为婚内部中离婚的后续问题 如孩子抚养权和财产分割则由我来决定 听到孩子们将被赋予我的抚养权时 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全程张礼默不作声 似乎对这一切早有预感 而婆婆则无尽地愤怒 对我口诛笔伐 离婚后 我和两个孩子在我父母家寻求暂时的安慰 等待张礼解决财产分割的问题 沉迷担心我一个人照顾孩子有困难 下班后总会到我父母家陪我 看着开心玩耍的大宝和二宝 内心深感安慰 至少我的孩子们没有受到伤害 沉迷看着我 脸上写满了想说而又无言的表情 我疑惑地问她 是否有什么需要告诉我 她怒火中烧地说张礼可能会抢走孩子 我被她的话震惊到无法置信 为什么我们不是在法庭达成了协议吗 当我听到张礼最近的所作所为 我吓得失去了力量 倒在地上 预感的猛烈冲击还是来了 张礼再次向法官起诉我 指责我是婚姻中的背叛者 并提交了我婚内出轨的证据 我迷惑不解 我什么时候出轨了?没多久 我再次和张礼在法庭上对簿公堂 我看见张礼和他的律师还有另外一人 那是我的前男友刘李 见到刘李我惊恐万分 没想到张礼为了抢走二宝 竟然会背信弃义 找到刘李结婚时 我并不知道自己怀孕 怀的是刘李的孩子 张礼知道后并没有抛弃我 反而接纳了这个孩子 视如己出 听到张礼这样说 我感到深深地感动 一直以为他是因为爱我才接受了这个孩子 大宝出生后 他疼爱有加 并且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没过几年 我和张礼迎来了二宝 我以为二宝的出现会使我们的婚姻更加稳固 但现在看来 我完全是一厢情愿 我始料未及的是 二宝竟然成为了张礼为了救他和小三的孩子的工具 现在为了抢走孩子 张礼不惜将大宝的出生背景公之于众 这或许会破坏他们妇女间的感情 我无法理解张礼给了刘李什么好处 刘李坚决地指责 我在婚内出轨怀孕 我无力反驳 事情来得太快 我和陈敏全然无法抵抗 法官再次剥夺了我的抚养权 我失去了二宝 我向张礼痛苦地求饶 希望他不要带走二宝 我愿意放弃房子和财产 只想要孩子 但张礼和他的母亲无动于衷 冷酷地离开了 我痛哭失声 不知所措 回到家 看着空空如也的婴儿床 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但我尽量不发出声音 我怕父母担忧 我无法接受失去二宝的事实 我不停地恳求 才换来了每周末能看望和照顾二宝的机会 现在我只希望张礼能好好照顾二宝 其他我已经无所谓了 陈敏很快就听说张礼已经决定 让二宝进行骨髓配型 为了救李安娜的儿子 而这就在这个周末 听到这个消息 我悲痛欲绝 想到二宝这么小就要经历这样的痛苦 我恨不得将张礼和李安娜碎尸万段 当天我冲到医院去阻止 但是被张礼和李安娜安排的人驱赶了出去 他们为了防止我阻止二宝配型 甚至报了警 我忍住痛苦 无奈地蹲在医院门口 只希望二宝能平安无事 带着痛苦 我低头坐在医院的大门外 独自祈祷着二宝能平安无事 幸运的是 二宝安然无恙 我安心地离开了医院 当我刚回到家门口时 陈敏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我一见到陈敏 便在他怀里大哭起来 陈敏一句话都没有说 静静地让我倾诉我心中的痛苦 我哭了好一阵子 直到泪水都已经哭干了 才停下来 陈敏看到我情绪已经稍微恢复 安慰我说 哭完会好一些 至少我们的二宝是平安的 我痛苦地点了点头 当我的情绪稍微稳定之后 陈敏递给我一个文件夹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陈敏 问这是什么呢? 然后陈敏告诉我一个事实 我立刻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陈敏真的是我生活中的救星 为了我不惜一切代价 我觉得我这一生都可能无法偿还她的恩情 陈敏为我做的这件事 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真是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我万万没想到 我的前男友刘李竟然是因为接受了张李的钱 才诬陷我婚内出轨 现在刘李已经把张李给他的钱全部输掉了 甚至还再次敲诈张李 要求更多的钱 否则就会公开他们的交易 我从未想到张李会自己给自己带来麻烦 正好这件事被陈敏偷拍下来 原来陈敏最近一直在暗地里帮我调查刘李和张李的私下交易 现在我有了夺回二宝抚养权的机会 我不能让二宝再受一次苦 第二天 陈敏陪我把张李和刘李合谋陷害我的证据交给了法官 再次对张李提出了诉讼 张李完全没有料到他和刘李的交易会被揭露在法庭上 张李无法辩解 只能接受法官的裁决 张李被判为婚内出轨的责任方 并策划陷害我婚内出轨双重罪责 他必须把二宝的抚养权交给我 并赔偿我十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当判决宣布时 我激动地哭了起来 这次的哭泣并非因为伤心 而是因为欢喜 我终于能和我的二宝团聚了 这段时间没有二宝在身边的日子 对我来说是无比的折磨 我和二宝从未分开过这么长的时间 在我不在二宝身边的这段时间里 二宝只能依赖奶粉来维持生活 但是断奶的影响让二宝瘦弱了许多 我看着瘦弱的二宝 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 看到二宝身上明显的骨髓配型手术疤痕 我更是痛心不已 但是一切终于结束了 也许是因为骨髓配型成功 张李和李安娜没有再找我 配型成功是好事 也算是我家的二宝 救了一个小朋友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和张李彻底离婚后 我过了一段宁静的生活 这是我结婚以来最放松的日子 虽然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很辛苦 但比起过去在婚姻中的生活 现在的生活舒适多了 看到我辛苦的样子 我的父母心疼不已 他们希望我能再考虑一下再婚的事情 但我的心思只在于如何更好地照顾我的两个孩子 第一次婚姻的失败给我带来了一些阴影 没有一个能和我孩子完全和谐相处的人出现 我不会轻易再踏入婚姻的殿堂 我原以为我的生活会继续平静下去 但没想到麻烦又找上门了 张李和李安娜带着一堆礼物和玩具来我家 他们的行为让我摸不着头脑 难道是张李良心发现来看望孩子们吗? 但即使是张李来看望孩子 李安娜这么殷勤的态度又是怎么回事? 所有的疑问让我很困惑 在我看来 张李和李安娜的突然出现不是无缘无故的 于是立刻联系陈米 邀请他来我家 沉迷的到来让我稍微放心 但他看到张李和李安娜的出现时 显然是惊讶地语无伦次 天还没有黑呢 不是羊入虎口的节日 大黄狗怎么会对小绵羊表示友好呢? 沉迷的这句话让我忍不住小出声 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在张李和李安娜还未开口之前 我决定打破沉默 问出心中的疑惑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张李见我开口 似乎不再打算瞒着我了 他无奈地说道 我真的不想麻烦你 但我真的希望你能帮帮我 救救我的孩子 我听到这话 心头一惊 困惑地问道 为什么要我去救你的孩子? 难道我二宝的骨髓 不是已经体配成功了吗? 接着 李安娜突然跪倒在我面前 泪如雨下 恳求我能原谅他 我吓得连忙退后 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三章 原来张李和李安娜的儿子在接受骨髓移植后产生了严重的排斥反应 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二宝再次进行骨髓配刑 否则这个孩子的生命可能就无法挽救了 我对于这个消息的感觉并非像看到张李和李安娜受报应那般 反倒是对这个孩子感到心疼 他只是一个小孩 却必须忍受如此巨大的疼痛 但是为何我的二宝要再次遭受这样的痛苦呢? 他做错了什么? 我对于张李和李安娜的强行闯入感到十分愤怒 我无法接受这一切 把他们俩赶出了家门 被我赶走后 张李拉着李安娜就要离开 然而李安娜却无法保持冷静 竟把手中的礼品砸向我的家门 口中恶语连珠 你这个狠心的女人 你注定被世人遗弃 你这一生都会遭受抛弃的命运 你的孩子也不会有好结果 这个时候的李安娜像个泼妇在大街上吵闹 我没有心思听她的话 沉迷也一直在劝我 希望我不要放在心上 也许是见过了张李和李安娜的恶劣行为 我竟然没有感到生气 反倒是内心很平静 但是我的内心还是矛盾 毕竟我也不是冷血的人 那个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李安娜的孩子和我家大宝年纪相仿 本应是无忧无虑的年纪 可是她却必须忍受疾病的折磨 她又做错了什么 看到我沉默不语 沉迷疑惑地问道 你不会真的打算就那对不知廉耻的夫妻的孩子吧 我平静地回答道 那个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沉迷听到我的回答 立刻生气地跟我重述了 张力和李安娜对我所做的那些伤害 听着沉迷的叙述 我心里没有再次感到那种痛苦的感觉 或许我真的已经放下了 善良的人总是被人欺 像马一样被人骑 看到我没有回应沉迷 也就不再劝我 只是让我好好考虑 我知道沉迷是出于关心我 但是我还是过不了良心的这一关 第二天 我联系了张力 他接到我的电话 显然很激动 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我约他出来 告诉他我愿意帮他和李安娜的孩子 张力听了我的决定 眼中充满了泪水 一直对我说谢谢 此时的张力 对我显示出了真诚的态度 也许这就是最真实的他 尽管这并不是为了我 在李安娜发现我关于他儿子的承诺后 他的行为立刻发生了变化 坚决要亲自来表达他的谢意 然而 我当场就拒绝了他 李安娜的情绪波动 让我无法忍受 于是我的二宝 又一次为李安娜的儿子进行了骨髓检测 我看着病床上的二宝和李安娜的儿子 我深深地感到心痛 骨髓检测很快就完成了 我看着二宝苍白的面孔 泪如雨下 二宝醒来后 不停地哭着呼喊妈妈 我心疼地在二宝耳边反复低语 我的二宝最勇敢了 妈妈向你承诺 这是最后一次让你受痛苦了 我抱着二宝静静地流泪 等待二宝入睡后 张力来到了病房 我示意他不要打扰二宝 然后我走出病房 来到走廊 张力愧疚地看着我 低声道歉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和孩子 我真是个野兽 我没想到张力会说出这样的话 可能是他和李安奈的儿子 所经历的疾病痛苦 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张力的转变 让我感到惊讶 但无论是谁做出的改变 只要他逐渐意识到过去的错误 那就是一件好事 我向张力询问他儿子的状况 张力皱着眉头回答 现在还不清楚 医生还在治疗 虽然骨髓已经移植 但还要看最后的结果和反应 我同情张力的担忧 毕竟那是他和他最爱的人的孩子 他一定更加关心我 看看我的二宝 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但我会努力补充二宝失去的爱 让他在欢乐中健康成长 正当我和张力聊天的时候 李安娜突然出现 带着恶意看着我说 你怎么还这么顽固不化 紧随张力而行 张力已经和你离婚了 你就别再做白日梦了 在李安娜继续说话之前 张力急忙把他拉到一边 愤怒地让他立刻闭嘴 李安娜没有料到 一直温柔顺从的张力 会对他有如此恶劣的态度 他生气地和张力大声争吵 没多久就引来了过路人的围观 最后 护士赶来责备张力和李安娜 这才让他们安静下来 但即便被责备 李安娜还是和张力不停地小声争吵 张力也只能无奈地摸着额头叹气 他们就这样推推嗓嗓地离开了 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感慨万分 再好的感情 也会因为生活中的琐事而渐渐消磨 最后都会变得如流水般平淡 几天后 我的二宝恢复得足够好 可以出院了 经历了这么多 我发现我的二宝成熟地让我心痛 可能是因为他知道我和他爸爸已经分开 不会再提要爸爸 但也可能是因为张力没有做好他的职责 没有在二宝的心里留下好爸爸的影子 生活还在继续 无论困难多大 我都会坚持下去 因为我还有我的大宝和二宝 他们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那日我沉迷以及二宝再度来到医院进行复诊 在检查完毕并前往医生办公室的途中 走廊里隔壁病房传来了一阵哭泣和吵闹声 吸引了一大群人围观 我虽然心中产生了疑惑 但并未走过去查看发生了什么 医生被这嘈杂声线搅得苦笑连连 看到他那样 我以为是二宝身体出现了问题 急忙向医生询问情况 医生赶忙告知我 你的女儿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那个跟你女儿骨髓配型的男孩的手术并未成功 我十分震惊地问医生 怎么可能 明明都是顺利的 为什么手术会失败呢 医生回应我说 配型不合适 如果不是同一个父亲的孩子 成功配型的可能性就十分小 听到医生这么说 我只能叹气 在听完医生的话之后 我简直愣住了 李安娜的儿子并非张里的孩子 那时候正在吵闹的夫妇就是张里和李安娜 原来李安娜的儿子并非张里的 而是他在跟张里在一起时 背着张里与前男友发生了关系 而怀的孩子 李安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怀的是前男友的孩子 一直以为是张里的 就这样度过了这么多年 如果不是因为李安娜的儿子生病 张里可能还会一直被蒙在鼓里帮别人养孩子 这真是像一场大笑话 在知道李安娜的儿子并非自己的孩子之后 张里决定不再管李安娜和孩子了 但孩子的病还需要治疗 无奈之下只能找孩子的亲生父亲 幸运的是 李安娜的前男友并不是没有良心的人 他愿意救治自己的儿子 好在骨髓配型成功 孩子的手术也成功了 但是李安娜的前男友并不想负责任 她是个无业游民 连自己都无法养活 更别提养妻子和孩子了 这简直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在无计可施之下 李安娜只能带着孩子回老家 生育已经完全破产 她已经无法在城市里生活 而且为了治疗孩子的病 她已经一无所有 只能回家向年迈的母亲寻求帮助 然而 由于李安娜的坏名声 已经传遍了整个村子 她的母亲也感到无言见人 只好把李安娜送到远方的亲戚家赞助 而张里则后悔得要死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她真心爱过的人 竟然这么无情地背叛了她 还生下了别人的孩子 假唱是她的 所有的事情都好像是一场梦 真真假假 张里和她的母亲哭着跑到我父母家 请求我原谅 希望我能回到张里的身边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看着张里的母亲哭着祈求的样子 我心里十分痛苦 感觉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要她们母子说了算 她们想离婚就离婚 想复婚就复婚 我像是她们玩弄在手中的玩偶 我当场断然拒绝 我决定绝对不会再和张里复婚 对于出轨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我不会再让自己掉入无法自拔的境地 那种痛苦让我觉得生不如死 我这辈子都不想回忆那段最痛苦的日子 我以为我的拒绝会让张里母子全身而退 却没想到反而激起了她们更大的反应 我对张里的拒绝引发了她和她妈妈的强烈反应 她们每天派人到我家门前颇油漆 甚至电话骚扰我父母和亲戚 家族成员居然纷纷主张我与张里重归于好 为了孩子的利益 他们的立场紧紧停留在局外人的视角 并未曾深入了解我所经历的痛楚 我对张里和她母亲的过度行为置之不理 但他们却在我不在家的时候闯入我父母的住所 用言辞伤害并威胁他们 声称除非我答应重新嫁给张里 否则就会让我的家人一辈子过不好 我父母承受着张里和她母亲带来的痛苦 但是对于他们的无情无义 我同样不会轻易屈服 我在我父母的家门口安装了隐蔽监控 抓住了张里和她母亲的罪证 然后立即报警并提交了录像证据 张里和她的母亲因涉嫌非法入室和寻衅滋事被警方逮捕 他们在警方的调查过程中极度不合作 张里的母亲甚至攻击警察 随即被警方制服 我看着被警察带走的张里和她母亲 内心没有一丝同情 只觉得应得其法 他们一次次挑战我的底线 以为我会退让 但我不再是过去那个温顺的自己 张里丧失了她原本应享有的美满生活 如今她孤身一人 既无孩子也无家庭 这都是她咎由自取的报应 这次的事件使我回归了从前的宁静生活 我绝不再允许张里扰乱我的生活 伤害我宝贵的二宝 大宝前段婚姻生活带给我深深的创伤 也给我上了一堂课 我对婚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明确了自己究竟追求什么 我不会再欺骗自己去苦苦寻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无论未来怎样 我依然怀揣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活出一个积极健康的人生 希望每一个在婚姻生活中迷失的人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结婚现场 男朋友将我反锁在化妆间 瑶瑶 她得了绝症 想在死前体验一把当新娘的感觉 她将我穿的婚纱脱下 套在小青梅身上 我奋力反抗 却只听到那句穷姚名言 她都快死了 你怎么连这点同情心都没有 你失去的只是一场婚礼 瑶瑶她失去的可是梦想跟生命啊 沈丰进来时 我正低头整理裙摆 准备上场 苏苏 我见她支支吾吾 我以为她是新婚恐惧症 慢慢走过去 握住沈丰的手 我打趣地说着 新郎官怎么比新娘子还紧张呀 该不会一会儿还要激动地哭鼻子吧 可这次 沈丰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捅我嬉笑打闹 黑色西装勾勒出她挺拔的身姿 带着莫名的低沉气息 怎么了 是婚礼现场出什么事了吗 我说着就要往外走 却被沈丰攥住了手腕 像是思虑良久 她终于对上我的眼睛 苏苏摇摇踏 得了绝症 我愕然 懂摇 沈丰的小青梅 在我追沈丰时 她没少仗着竹马情义 给我使绊子 我看得出来她很喜欢沈丰 却不满别人惦记我的男朋友 可每当我跟沈丰提及此事 她都一脸无奈 我只当她是妹妹 直到今年生日 沈丰向我求了婚 懂摇才淡出我们的生活 懂摇得了绝症 我抬头问沈丰有些不解 那也不能让你现在去医院看她吧 婚礼还有十分钟 男人打断我的话 模样急迫摇摇 她已经过来了 她说什么 她说她这辈子没谈过恋爱 想再死 去世前体验一把当新娘的感觉 沈丰眼里满是对董瑶遭遇的悲伤 就连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 我却觉得无语 找了把凳子坐下 她不会让你现在逃婚 去婚纱店帮她挑婚纱吧 沈丰摇头 我这才松了口气 正准备赶盖小绿茶 这是从凉了时 沈丰的一番话直接将我雷的外交礼去外面来不及了 苏苏 不如你把婚纱借给摇摇穿穿吧 我一脸震惊地抬头看向沈丰 严重怀疑她被智障附了体 语气也不由地冷了下来 怎么 她是活不到明天了吗 还是说外面的婚纱店都倒闭了 全是买不到一件她能穿的婚纱 苏苏 沈丰黑了脸 眼神冷到我的心脏痛了一下 摇摇 她已经如此可怜 你为何还要诅咒她 我被气笑了 站起来跟她对着吵 沈丰 你脑袋被门夹了 她得了绝症 把我的婚纱给她穿一下就能痊愈了 怎么我的婚纱是灵丹妙药 比医生还管用 让她能放弃治疗 直接在我这升天 她动摇之前就爱耍这些手段 将你支走往常 我人人也就算了 可今天是咱们的结婚日 结婚这两个字你听得懂吗 情绪上头 我说得胸腔剧烈起伏 可沈丰非但没被骂醒 反倒脸色一点点沉了下去 苏苏 我真没想到你竟是这般黑心肠的人 她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垃圾 紧紧扼住了我想说的话 沈丰哥哥正僵持着 化妆间的门被推开 董瑶披着头发 眼里勤着泪 素色长裙更显得她脸色苍白 你别为了我跟苏杰杰吵架 都怪我 怪我得了 并不立马去死 还想着摇摇沈风 轻柔地捂住她的嘴 眼里的心疼像是快要一出 别怕 今天无论是谁都不能阻止 我帮你完成心愿 说着她转身走向我 我还没从董瑶挑衅的目光中回过神来 就被沈丰高大的身影笼罩 苏苏 我劝你善良 如果我说不见 我态度强硬 沈丰沉默一瞬 而后她转身拉起董瑶往外走 就在我以为她有所悔悟时 她又进了门 而后降门反锁 苏苏 不要怪我 沈丰一步步朝我走来 意识到不对 我起身想跑 却被男人扼住手腕 她将我转了个面 摁在化妆台上 伸手去拉婚纱拉链 你疯了 沈丰 你给我松开 剧烈挣扎 患不回男人的丝毫怜悯 腰间软肉被固到生疼 直到拉链在身上滑下一条红痕 我疼到飙出眼泪 沈丰这才收手 她喘气 拿着从我身上包下的婚纱 语气责备 疼吗? 自找的 我捂着光罗的身体全在地上 精心挽起的头发被扯散 遮盖住最后一丝尊严 空调的冷风像是吹到心里 抬头 对上沈丰毫无波澜的眼眸 我一字一顿 沈丰 我们彻底完了 声音不大 带着哽咽 天 男人以为我在威胁 烦躁地转身 大胯步往外走去 别做婚礼 我会不及你 但今天 摇摇的梦想必须完成 男人的身影逐渐从模糊的视线中消失 连带着心里的某个位置也变得空空如也 直到听见咔哒一声 我陡然站起 意识到他怕我出去闹事 从外面反锁了门 自朝般拿起座椅上的白屉 我边笑边往身上套 可领子太小钻不出去 把人闷到一直哭 则这么狼狈 寻着声音 我呆愣抬头 许是妆容被枯花 此时的我看起来像个魔鬼男人 身体明显一愣 唇角地细血压下 想不想报复回来 我眼睛一亮 却又很疑惑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何燕 沈丰 商业上的死对头 据说他俩大学时 还是很好的哥们 也不知后来发生了何事 反目成仇 我不记得邀请过何总被质疑 何燕并没有生气 反倒挑眉笑了笑 朝我走来 大长腿包裹在紧身白色西装裤下 宽肩斩腰 发型也打理得一丝不苟 配上一张无可挑剔的脸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今天的新郎 确定不跟我走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点男人 伸出手 不等我思考 他直接将我从地上拉起 手帕一阵擦 男人这才满意地点头 走吧 有仇当场就要报 憋着只会委屈了自己 手腕被攥住 何燕掌心的温热 跟他背影一样 莫名让人觉得可靠 新郎沈丰先生 无论贫穷或富有 你是否都愿守在新娘身边 不离不弃 台上 主持人念着诗词 沈丰看向董瑶 满眼的温柔怜惜 我不愿意 突兀的声音响起 全场目光都一到我身上 我清楚看到沈丰眉眼间的笑意将注 迎着董瑶气急败坏的视线 我接过和燕帝来的话筒 一步步走上本该属于我的红毯 保安沈丰猝眉 把闹事的人拉下去 我冷冷一笑 把话筒音量调到最大 各位 我是苏苏新娘苏苏宾客哗然 翻来覆去看邀请函的声音 让沈丰的脸黑得彻底 哎 是啊 这上面不是写新娘是苏苏吗 那台上的女人是谁呀 谁知道沈总的婚礼办得如此仓促 新娘我之前都没见过 各种打量让董瑶红了眼眶 各位 邀请函上打错了字 沈丰拉起董瑶的手 真正的新娘在这儿 如此拙劣的借口 自然没人相信 但碍于她是沈总 议论声还是渐渐小了些 可我的尊严被摁在地上摩擦 这口气不出不行 婚纱上绣着我的名字 就连场地 摄影 布局 全都是我出资 沈总说 新娘是她也行 我笑了笑 调出手机账单 投放到大屏幕上 费用一千三百一十四万 沈总微信还是支付宝 男人的脸彻底冷下 事先在门口扫描 别看了 保安的钱也我出的 人家不认你呢 沈丰烦躁 扯着领带 天 董瑶这个傻缺 生怕热闹不够大 又开始作妖 苏苏姐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他哭着凑到我面前 借用了你的婚礼 是我不对 可我得了绝症 沈丰哥哥这样做 只是为了让我圆梦 你不能怪他呀 他边说 边用余光去看宾客的态度 果然 一些人开始骂我没有同情心 拍开董瑶抓我的手 我直接贴脸开大 绝症定名叫什么 哪个医院给你判的 我怎么不知道 快死的人 脸皮会比城墙厚 抢别人的千万婚纱 抢得理直气壮 董瑶被我呛到直往后退 咳得小脸惨白 沈丰立马走来 拦在他身前 苏苏 他恶狠狠喊着我的名字 你失去的只是一场婚礼 瑶瑶 他失去的可是生命 跟将死之人计较 你便如此没有同情心吗 这番穷瑶发言 着实恶心到了我 我仔细打量起沈丰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帅 可我现在却觉得 他是件发霉的棉袄 行吧 沈总情深 我成全你们 董瑶松了口气 账怎么结 我调出收款码一千多万 沈总送的这陪葬 可真是贵呢 你咒我 董瑶尖声瞪我 怎么我说得不对哦 也是 忘了给你送一束白菊花 就在董瑶气到快装不下去时 沈丰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 摔在地上 冷冷说着 拿着你的钱走人 婚礼就别想再补办了 董瑶眼里的得意比婚纱裙摆上相满的钻更刺眼 再看沈丰 两眼相望 未于失望 直到坐上和燕的车 我整个人都还很恍惚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无缘无故帮我 肯定亦有所图 谁知男人只是叹了口气 而后开车来到了拳击馆 你给我当靶子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换好装站在面前的和燕 宽肩窄腰 单薄的紧身符 隐隐勾勒出腹肌的轮廓 我微微侧过头去 不敢 怎么可能 我这人最受不了激将法 立马戴上拳套打了起来 汗水肆意挥洒 一时上头 趁男人不备 我气冲冲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等和燕闭上眼哀嚎 我才陡然清醒 连忙上前扒开他的手查看情况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把他意想成了沈风 嘶 男人就是靠着栏杆 挑眉痞痞地看了我一眼 我这算工伤吗 和燕眸光含笑 全然没有在商场上杀伐果断地冷冽 反差太大 我突然就被迷了一下 等反应过来 手已经不自觉摸上了他的眼角 察觉到和燕眼底晦涩不明的情绪 我像触电般猛地缩回手 我我我只是担心把你打瞎了 我要赔偿 和燕轻笑了声 目光在我眼睛上流连很久 可有人眼盲心瞎 让我等了四年 这赔偿又该怎样算呢 呼吸交错 气氛暧昧 直到他眼里的女孩红透了脸 和燕才直起身 胆小鬼语气无奈又宠溺 让我陡然晃了神 这称呼跟四年前那晚莫名重合 剩下的天蝉鸣振振 婚房里看着一件件精心设计的家具 酸涩感涌上心头 距离我将沈丰的行李打包 送到他公司 已过去一天 我也终于又见到了他 不是你这是什么意思 男人堵在门口 眉眼里满是烦躁 来得正好 把垃圾带走 然后去趟民政局 我把婚纱照扔在地上 手里攥着两个红本 够了 沈丰突然吼了一句 大长腿一脉 将我逼进玄关 沈夫人的位置都给了你 我不过帮了瑶瑶一个小忙 至于闹成现在这样小忙 我吃笑 扯开她的领带 什么样的妹妹 需要沈总在床上帮啊 行 妹妹沈丰慌了 因为我掏出手机 拍下了她出轨的证据 把照片删了 别逼我对你不客气 恶狠狠地威胁 远不及她脖子上的草莓印 让人寒心 在一起四年 我总想把自己的第一次 留在新婚夜 可现在 新郎脏了 沈丰 谁给你的自信 觉得我会收一个二手货 我冷冷看着她 一字一顿 别仗着我给你的爱 肆无忌惮 我苏苏从来不是飞水不渴 见我态度强硬 沈丰突然放低了姿态 苏苏 我知道你是在弃我占用了你的婚礼 你看这样好不好 等遥遥痊愈了 我带你去马尔大夫补办一场怎么样 我被气笑了 突然觉得何燕那家伙说得对 我之前的确眼盲心瞎 不然怎么会看上这么个玩意儿 别在这儿恶心人 赶紧的 趁民政局没下班 把这婚离了 你给你的小青梅 双宿双飞去吧 沈丰被气到 眉心秃秃直跳 咬牙切齿般摇着头 行 你硬气 离婚可以把卡还我 不是 你有毛病 我看傻缺般看着他婚礼全程我出的钱 你想讨好董瑶 凭什么让我当冤大头 苏沈丰几乎从嗓子里挤出我的名字 你一个孤儿 还没有正经工作 除了我 你哪来的百万千万 男人眼底的鄙夷毫不遮掩 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捞女 是啊 我的确是孤儿 可我大学时就在网上创业 凭借出色的设计能力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只是业务全都在网上进行 见我非但不生气 反倒疑惑地打量着他 沈丰促起眉 表情细血 怎么 舍不得我的钱又不想离了 不对 我分明告诉过沈丰 我有自己的公司 可看他这反应 突兰的电话声响起 思路被打断 苏严梦岗的房子定下了 我来接你去看看何燕磁性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 你居然敢出轨 沈丰暴跳如雷 好啊好啊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 攀上了高枝就想一脚把我踢开 做你的青天白日貌 沈丰向抓住了我的把柄 情绪激动 一顿输出 虽然我们在一起后吵过无数架 可没有哪一次让我觉得他这般不可理喻 他打你了 何燕黑着脸 眼神冷到像是要杀人哦 没有血 是那渣男的 我嫌弃地将外套脱掉 扔进垃圾桶 何燕的表情有所缓和 我这才注意到他额上竟是汗水 说话都有些喘 十分钟前 沈丰见我不听他教育 比比赖赖想对我动手 可他似乎忘了我跆拳到满极 他被我踹翻在地 坐在碎了的花瓶上 捂着屁股疼到哀嚎 想拿我的钱去养小白脸 这辈子都不可能 沈丰走前恶狠狠地威胁 一想到跟他还在一个红本上 就忍不住作呕 脸色这么差 房子的事儿要不还是改天吧 何燕担忧忘了我一眼 拿扫帚扫开了我身边的玻璃渣 那怎么行 我可要多赚点来打离婚官司 半开玩笑的一句话 何燕却因转情向中了彩票般开心 一直到载着我来到云梦港 那唇脚都不曾压下 何总四年前买的房子 怎地到现在才想起来装修 我在屋内转着打量房屋构造 随口问了一句 空荡的房间无人回应 直到我转过身 何燕正正看着我 神色晦暗 带着莫名的委屈 一股异样在心底蔓延 何总 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 话说出口 我又有些后悔 这都什么渣男搭讪雨露 可面前男人的眼睛却悄然睁大 盛满了期待 你想起来了 何燕向我走来 激动到想抱住我 却又怕愉悦 双手握住了我的肩膀啊 我震惊于自己跟何燕真的认识 却又不记得她 这反应被她瞧见 何燕眼里的光又黯淡下去 告诉我呗 见她松了手 我有些着急 说不定你一说 我就想起来了 男人张了张嘴 却又纠结摇头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颓丧 算了 为你好 没头没脑的一句 我简直要被好奇心折磨死 可无论我怎样缠着她 甚至答应免费帮她设计家具 何燕都不松口 第一次不欢而散 一日 我拿着离婚协议书去找沈丰 刚到她公司楼下 却发现 大家都用怪异的眼神打量我 就是她老女一边调着咱们沈总 一边在外包养情人 据说根眼男人开房 还用得咱沈总的钱呢 哎 你们看她大闹婚礼那视频了吗 沈总都跟青梅竹马修成正果了 她还舔着脸 去要分手费 我听不清 想走过去 可那些女人却跟碧温神一样离我远远的 快走快走 指不定这女人身上有什么脏病 可别传染给我 疑惑在我走到沈丰办公室门前才被解开 我爱的人一直是董瑶 苏苏她 爱 怪我心软 她已腹中孩子要挟我 不得不跟她领证 安抚她的情绪 我不怪她拿我的钱去包养其他男人 我只是担心她该怎样对未来的孩子交代 至于瑶瑶 我很感谢她在知晓苏苏骗我钱财时及时告知 坚定地站在我这边 我会尽快跟苏苏离婚 也会帮她找到孩子真正的父亲 财产分割我会给他们母子一百万 只愿她能够迷途之返 改邪归正 门打开 台上煽情演讲的男人 在看到我的刹那 两滴泪要掉不掉地挂在眼角 苦情僵在脸上 夹杂着心虚 我动动嘴唇 正欲开口 无数闪光灯猛地照向我 你就是苏女士 二十一世纪 怎么还想着做老女骗钱 是没手吗 不会自己上班吗 请问你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沈总的 你到底跟多少男人不清不楚 插足沈总感情 闹到婚礼上 要一千多万分手费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记着 犀利的问题如潮水般向我涌来 讽刺 鄙夷 唾 唾弃 我攥紧了手 一个个记住他们的脸会 我笑着开了口 趁人群愣住 我一把拨开 朝沈丰走去 不过 该疼的人是他 沈丰捂着屁股想跑 可是来不及了 我脱掉高跟鞋 一下砸在他的脑袋上 无一人上前 大家都在摁快门 记录猛料 当晚 我又上热搜了 捞女捞不到钱 恼羞成怒打金主 我坐在电脑桌前 把之前热搜的视频看了一遍 最惨总裁被捞女逼着结婚想帮并为爱人完成心愿 却被砸掉婚礼 渣女逼患者去死勒索沈总一千多万视频被恶意剪辑 只看得到我得意冲沈丰扬眉 让她给我一千三百一十四万 配合着绿茶我都快死了的苍白字数 全网都在骂我小三表 哭诉沈丰跟董瑶可歌可泣的爱情 连带着沈氏股票不断涨停 大风刮来的孩子逼她结婚包养 也难忍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只是没想到 在知晓我铁了心要离婚后 沈丰会用这种龌龊手段踩着我的尸骨盈利 心里一片悲凉 曾照进我世界里的光 滋生出来的净事 点击保存视频 我麻溜地联系律师起诉 可无论我出多少钱 没一人愿意接单联系到酒店 我想要婚礼当天的监控 哎呦 苏女士 您男人这么多 吹吹枕边风 那些金主们不就把监控双手送上了 怎地还亲自来要呢 女经理阴阳怪气 不等我辩驳 便将我拉黑 剩下的晚风从窗户吹进 凉凉的 似乎也在嘲讽我冷笑了声 真是大意了 不该相信小绿茶这次杀回来 只是抢婚这么简单 四年前毕业那年 我刚从客户家画完设计图返校 黑灯瞎火的小巷 我为了抄近路 心惊胆战地走着 直到背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吓得眼泪直流 好不容易拐了弯 却发现走错近死胡同 几个醉汉拎着酒瓶 猥琐的脸在眼前放大 我用跆拳道打来着 可一个个人高马大的 我根本毫无胜算 被打倒在地 昏迷的前一秒 我看到一个身影 一个穿着白色衬衫 着急向我跑来 将我护在身后的男生 那天我们获救了 我却因伤到了眼睛 短暂失明看不见的日子 让我想起了在孤儿院的时光 院长总骂我们是赔钱货 拉不到赞助 黑暗里的无措跟彷徨 在听到隔壁男生 温润轻烈的嗓音时 陡然而止 怕什么 又不是看不见 一辈子跟那些男人打架时 不是挺勇的吗 现在怎么哭鼻子了 胆小鬼 别怕 我在这儿守着你 男生叙叙叨叨 却真的陪了我好久 复明前一天 我问他他叫什么名字 无人回应 我有些急 匆忙站起身 却只摸到男生手背上一条小小的疤痕 他却连忙收回手 也与我畏畏畏 胆小鬼 可是一点都不胆小 还学会轻薄人了 打闹的日子很短暂 直到睁开眼 你好 我叫沈凤 声音让我猝起了眉 下意识去看他的手 小小的疤 错步了 后来沈丰跟我说他那段日子感冒了 所以声音有变化 我信了 对他展开了猛烈追求 将国奖名额让给了第二的他 助他凑齐了创业基金 后来更是利用自己的人脉 悄悄给他拉了不少客户 苏苏 你可真是我的幸运星 每当沈丰眉眼弯弯夸我 我都会忘记问他 怎么不再喊我胆小鬼这件事 苏苏嫁给我 你带给我好运 我负责养你 原来他娶我 只是因为我能给他资源 一旦我不再爱慕他 想离开他 便压榨完我身上最后一缕价值 不惜绝情毁了我 但小鬼开门 熟悉的呼喊声将我从回忆拉到现实 扔掉湿了的手巾 我朝着急促地拍门声走去 你没事吧? 嗯 被吓着了 怎么不说话? 男人的担忧 一句句传进耳朵 眼里的紧张像是溢出来 视线模糊中 和雁的脸逐渐跟四年前的那碗重合 做什么? 我抓住他的手往里一翻 小小的一条疤藏在手背侧面 眼泪再也裹不住 砸了上去 为什么? 为什么? 明明就我 陪我走出黑暗的人是你 你却不肯承认 抬头 男人的唇张开又合上 几经纠结 最后化为轻柔的笑 你没事就好 豆浆是热的 喝的时候 小心些 一日 顶着何桃炎起床 客厅餐桌上 以白毫早餐和宴 飘逸潇洒的字体粘着墨香 让人心旷神疑 夹着油条 我想给他发信息 却突然想起昨晚何燕跟我说的 不能让沈风看见我来找你 一股莫名涌上心头 何燕既已承认救我的人是他 为何当初不与我相认? 思来想去 我还是发去消息 我 你射黑何燕 我射黄何燕 我 难不成你是逃犯? 杀人灭口时被人抓了把柄 何燕都不是 那他到底为何让沈风领了他的功劳呢? 客厅的钟走了一圈又一圈 太阳从东移到西 直到月亮挂上树梢 我想出门走走 却在刚到小区门口 老女出来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四面八方突然涌现大梯拿着菜篮子的人 他们愤慨地瞪着我 拿臭鸡蛋根菜叶子往我身上扔 鞭骂 更有甚者用激光灯直直照射我的眼睛 他们开着直播 我也不好还手 就在我被逼到水池旁快掉下去时 你们在干什么? 男人气急败坏的声音从人群外传来 紧接着保镖们像拎小鸡仔般将闹事之人抓住 何燕急忙冲到我面前 眼睛红红地 手背上青筋凸起 算了 我抓住何燕的胳膊 怕是再晚一秒 她就要冲上去把那些人揍的爹妈都不认识 可是报警吧 何燕愣整一瞬 这反应让我莫名笑了下 怎么? 你觉得我是个会让自己委屈的人? 何燕眸光闪了闪 伸手揉了下我的头发 我却不合时宜地想着 如果她没有摸到一手臭鸡蛋的话 这一定是个很让女生心动的英雄 旧美画面 换好干净衣服出来 客厅的灯还亮着 这是我从酒店那里找来的监控 化妆间那里打了马 可以直接拿去用 何燕将一枚U盘放在桌上 神情依旧气愤 这个董瑶如此心机 我定要找最好的律师把她送进橘子 鬼使神拆的 我凑到何燕面前怎么了? 见我直直注视着她 男人的耳尖迅速泛红 何燕她的身体立马崩直 像是被点名的学生 为什么不能让沈丰知道是你在帮我? 今天的确有些晚了 素素你早些休息 我就不打扰了哈 男人说着站起身 拿起外套就想走 我急了 想去拦 可用力过猛 直接将她壁咚在了沙发上 姿势暧昧 呼吸交错 身下的人脸红得彻底 向伸手推开我 却见我穿着浴袍 将在半空无从下手 两个人紧张到手足无措 我突然想起跟沈丰谈恋爱期间 她不是没想跟我更进一步 可每当那种时刻来临 我都会莫名推开 那时我以为自己是传统 想把第一次留在新婚业 可现在看来大概是心底身体诚实 更能识别 何燕告诉我 我已经稀里糊涂错过了你四年 我不想再有遗憾 可任凭一张脸憋得通红 何燕就是不开口 我有些泄气 哎哎 别哭啊 不知怎地 被小三搅黄了婚礼 我都没哭 可现在看着何燕嘴硬的样子 眼泪大把往下掉 哎呦 好了 小祖宗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何燕手忙脚乱 用袖子帮我擦着泪 动作轻柔 想起跟在沈丰身边时 每次闹别扭都是我示弱 她从不曾放下身段 一个大男人红女人算什么回事 我被她扑得都快忘了 我也是能被别人捧在手心里的人 何燕将我摁在沙发上做好 又给我披了个薄被 这才开始讲 那年就你回笑时 沈丰看见了她当时为了拉创业基金 用尽了所有方法 但还差五万块 于是她找到我 拿着你的何燕顿住 面色复杂地看向我 我不认识她 她能从我这里拿走什么 何燕鸣仅存几经斟酌 蹦出来没穿衣服的照片 裸照 一股良意从脚底蔓延 怪不得有一晚何燕照顾我走后 我以为衣物是没人 换起了衣服 当时总觉得听到了 摁快门的声音 可开口询问回应我的 只有满是寂静 沈丰无下线地骚操作 简直震碎了我的三观 何燕掰开我紧攥着的手指 将一杯温水放在掌心 她用照片威胁不让我告诉你名字 甚至不许我再靠近你 我气到将她摁在地上打 要她交出照片 可她却说 我没打一拳 她就把照片多传给一个男生看 我用尽所有办法 甚至找黑客黑了她手机电脑 可她总留有辈分 何燕沉着脸 阴郁的眼神想 刀 人不怪你 我坐到何燕旁边 伸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就像她之前鼓舞我那样 错的是心机叵测之人 我们无罪 何燕看向我 久久绽放出释怀的笑 可是何氏集团那么强大 怎么会借二连三被沈氏抢走业务 天地良心 我纯属好奇 虽然沈丰的公司是新秀 可在百年老企业核实面前 根本不够看 男人被问愣住 无奈地瞥了我一眼 那眼神像是我负了她一般 还不是因为你曾跟那家伙说 要是创业不成功就陪她去天桥底下要饭 何燕表情委屈 那我不就舍不得征标了吗 恋爱脑雨露被揭穿 我尴尬得无地自容 样样坐到沙发上 心虚得不得了 怪不得每次沈丰赢得业务 我在旁边给她鼓掌时 都能看到何燕眼底复杂痛苦的情绪 对不起 哼 小瞎子 何燕嘴上说着不原谅我 可那傲娇中带着开心的小表情还是出卖了她 证据妥当 我准备报警 在此之前 我找到了董瑶 彼时她正在直播 靠着上次的婚礼热度带火进去后 我二话不说 掐断电源 有病吧你 我在直播你看不见吗 董瑶尖着声音气到快喷火 不敢不敢 有病的人是你 我怎么敢跟你抢 你竟然诅咒我 哪有不是你自己说得了绝症命不久已的吗 董瑶被我呛道 伸手就要来打我 我一个侧身 反手给了她一巴掌 愉悦的声音响起 我笑吟吟望着她 原来得了绝症的人还这腰有活力 你是在哪家医院看的病啊 效果这么好 真是堪称医学奇迹 不把你做成标本研究真是可惜了我嘖嘖 感慨董瑶的脸越来越黑 剔图说 我包养男人还怀孕 引导粉丝网报 还泄露我的住址 这几条购 你在监狱待一阵子了 呵呵 董瑶站起身笑得张扬 是我做得又怎样 你一个连男人都守不住的手下败将 有什么证据指责我 那些网友也真是傻逼 我不过是卖惨 他们就封了班去堵你 臭鸡蛋好吃吗 哈哈哈哈 实相地就赶紧把沈丰哥哥老婆的位置让出来 说得好 我鼓起掌让出身后立着的微型摄像头 动摇瞳孔震惊 脸刷得一下变得惨白 别看了 我打断他 检查身后店员的动作 同步直播你刚才的豪言壮语 转发人数已经上千万了 董瑶摇着头想狡辩 可我早就在来时将何彦找来的 他收买医生的视频以及婚礼现场完整版全都放在了网上 真想大白被当枪使的网友激情发言 那么的我居然被小三怂恿着网报正宫董瑶是吧 好的很 我就在附近 不打他一顿 我名字倒过来写 救命 我昨天刚朝小姐姐扔了臭鸡蛋 我有罪 我这就去求他原谅 越来越多的人转发 甚至冲到沈氏集团下流言 渣男滚出来 竟然扒了新娘子的婚纱穿在小三身上 放在古代你 就该被障毙 好恶心 渣男跟小三配合着吃人血馒头 污蔑原配是老女 分明自己出轨 却冤枉对方 我看最脏的人就是你 特么的这种人 真是给咱男人丢脸 淹了他 看他还嚣张 沈丰估计也看了直播 这会儿正疯了班 给我打电话 我接起 在他怒吼出生前送了他一具进监狱吧 在扎和彦找来最强的律师沈丰 以偷拍造谣污蔑罪被拘留 网友们更强 直接挖出沈丰财务作假 业务虚构的问题 一时间 沈氏股东跑得跑 散得散 公司成了屈壳 价值暴跌 而沈丰也从拘留改成了有期徒刑 进局子前 我申请了再见他一面 见何彦跟在我身后出现 沈丰急到站起来 好 你们合起伙来对付我 给我等着 看我出来不闭嘴你 我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拍照威胁抢走别人的功劳 让我爱错人四年 我之前真是瞎了眼喜欢上你这个败类 沈丰用舌尖顶了顶腮 一副不甘心的样子 你也不过是攀上了何彦这个高知 有什么资格批判我 若不是我 你怕是一辈子都过不上好日子 原来他自始至终都以为我是个只会依靠男人的攀之花 一个月薪二十万的人 哪里来的闲工夫操心月薪二百万人的事 何彦嘲讽地瞥了他一眼 走来打开手机 苏MH设计公司CEO究竟是谁给你的自信 觉得他离了你就活不了 只会过得更好罢了 沈丰整个人如遭雷劈 瞪大了眼睛 试图找出何彦辟图的证据 走吧 跟傻缺多说一句话 我都觉得晦气 我拉起何彦的手 任凭沈丰在背后如何忏悔咆哮 都不再回头哦 对董瑶被抓钱出了几个小插曲 他利用我博取同情赚快钱的事 激起黑客不满 那黑客黑了他的账户 将他的积蓄全都划走 捐给了妇女基金会 另外 他的住址也被查到 愤怒的网友自发砸了他的家 朝他扔了臭鸡蛋 墙上被写满了小三等大字 更觉得是 在他被抓前一天 一个投铁的女人直播教训小三 据说那人是教训小三专业户 刚一出场就把董瑶摁在墙上 强势扒光了他的衣服 穿这么多 是有什么心事吗? 那么喜欢抢别人的衣服 你是没衣服穿吗? 给我光着跪在这里忏悔 虽然直播被紧急叫停 但网友直呼解气 至于照片 我跟何燕将沈丰住处翻了个底朝天 都没有找到可疑优盘 为以防万一 我一把火烧掉了这个房子 他要是出来 告你怎么办? 这你就不知道的吧? 我抬头看了眼被烧得黑曲曲的墙壁 跟地上无尽的灰 有些心疼这房子 他租的那个只收少量租金的冤大头 我指了指我自己 何燕无奈地笑了笑 也好 男人转身往外走去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夏末的风吹起何燕的衣摆 白色衬衫的少年 如四年前那般 依旧耀眼 我小跑着赶上去 主动牵起男人的手 何燕一正 从震惊到诧异 再到喜悦 染上眉梢 一起呗 男人眉眼弯弯 好看的眸子里 只我一人身影 何燕将手紧紧握住 好 四年错付 幸好你仍在我身边 故事二 订婚当天 未婚夫给我定制的戒指死活戴不上 我盯着他 等他的解释拿错了 一旁的小青梅茶里 茶气地说 定制的时候 我抱错了尺寸 这个尺寸是我的 我扔下戒指 这婚 你爱何谁定 我不伺候了 别闹了沈青叔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除了我谁还要你 本来想低调 看来是瞒不住了 戒指掉在地上 叮叮当当响了起来 蒋延伸站在我面前 拉着我的手 脸色难看 声音冰冷 我刚升职成副总 未来大有可为 而你不过是个没什么名气的小提琴手 听我的婚礼继续 不然谁娶你 听到这话 我不禁笑出声来 没什么名气 当年我在五万人的舞台上演出时 他蒋延伸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经理 我猛地抽回自己的手 你想订婚 那就去找你的小青梅 反正他对简陋挺在行的 旁边的姜如玉一脸委屈地说 严申 要不我现在去找工匠 把戒指改小点 我当时真不是有意的 不知道怎么就抱了我的尺码 嫂子 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蒋延伸也在一边帮腔如玉 都说了是无意的 你就不能原谅吗 我坚决地说不能 蒋延伸不耐烦地皱起眉头 那戒指是我补偿给他的 因为他小时候说过 想要你就不能懂识点吗 沈青叔马上就要上台表演了 你忍一忍 又能怎样 小时候 总是小时候 姜如玉从小就和蒋延伸称兄道妹 把我挤到副驾驶的女友位置上 说我多愁善感 月经期间身体不适 又指责我装模作样 姜如玉说什么蒋延伸都信 怎么蒋延伸是他姜如玉的舔狗吗 吃了他的口水就要一辈子信他的话 以前蒋延伸很体贴 温柔地会飞到各个城市看他的演出 一束束红玫瑰 看得其他乐手都羡慕 还会把他抱在怀里 亲吻他的双手 说这双手是神之手 才能弹出天籁之音 而现在他居然说自己只是名不见经传的提琴手 可能从姜如玉回国的时候 蒋延伸就变了 那时姜如玉刚回国 一口一个嫂子 还笑着说蒋延伸小时候的糗事 蒋延伸则是笑着把姜如玉的头发揉乱 两个人一口一个爸爸儿子 仿佛忽略了我这个正牌女友 我第一次发现姜如玉不对劲的时候 是在她姨妈妻那天在下暴雨 我们两个人躺在床上 蒋延伸用手给我揉着小腹 可是姜如玉一个电话就把她叫走了 蒋延伸冒着大雨也要去给姜如玉修水龙头 回来的时候 蒋延伸换了件衣服 在我崩溃质问她的时候 蒋延伸也是轻描淡写地说 换水龙头的时候水落身上了 自然要换一件衣服 当时蒋延伸脸上敷衍又不耐烦的表情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以后的每一次她和姜如玉独处的时候 总是很多理由 世界杯开赛 两人一起看 出门前我还化好妆 穿了漂亮的衣服 却换来了蒋延伸的冷漠 你又看不懂球赛去了也没用 还是在家吧 一桩桩一件件都在我眼前闪过 我咬紧下唇 死死不让眼泪滑落 拿起了手机 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 待会儿的订婚不用过来了 身上的订婚服是短款的 我甩下七厘米的高跟鞋 穿着酒店的一次性拖鞋转身离去 蒋延伸被我的动作激怒了 她拉着我的手质问 外面一大堆亲戚等着呢 你说走就走 我妈为了这件事筹备了多少个晚上 你就这样对待她是吧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 我甩开她的手 直接走出了酒店 我和蒋延伸相识在一场音乐会上 当时我就坐在灯光下 穿着白色的裙子 高傲得像是公主 刚结束 蒋延伸不知道怎么的就混进了后台 手上拿着一杯矿泉水 嬉皮笑脸地来问我的联系方式 那时我对蒋延伸不是很感冒 我喜欢的是钢琴首夜征 可是拒绝一次后 蒋延伸还是不死心 每一场公开的音乐会 我都能看见坐在前排的她手中拿着红玫瑰 一双桃花眼深情地看着我 乐团的其他人也开始起哄 你的红玫瑰这次又来了 那眼神看了我都心动 遇到这种男人就嫁了吧 我们演了十三场 他就来了十三场 经济实力一定很好 我听着这些话面色一红 虽然不喜欢蒋延伸 可是他在的时候 我还是会感到害羞 那天夜征笑着拍手说 要请我们吃饭 坐在包厢里的时候 我还在想是为什么 没想到夜征牵着一个女生的手走了进来 笑着和负责人请辞 她要去国外结婚了 她牵着的是她女朋友 那天我也不记得我是怎么走出酒店 就记得地上的雪可真多呀 落在我的衣服上 落在了我的肩头 夜晚拦不到车 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走回去的时候 蒋延伸出现了 她把衣服披在我肩上 温柔地说 穿那么少 该着凉了 那时我第一次证实她 蒋延伸很温柔 会记得我们的各种纪念日 还会准备一点小惊喜 特别是她每次去和兄弟聚会 都会带上我 如果我没去 还会让我去接她 回家的路上 蒋延伸脸颊很红 浑身上下都充满着酒味 一双眼睛看着我 我想娶你 有一个小家 再生一个像你这样的小孩 蒋延伸把我抱在怀里 畅想着以后的生活 离开订婚现场后 蒋延伸母亲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我统统都挂掉了 第一次见到她母亲是在蒋延伸的家里 她端坐在沙发上 手上戴着好几个手镯 看我进门 眼神都没分给我几下 光顾着聊她儿子的工作 那是蒋延伸第一次生上总经理 她母亲还以为是儿子工作能力强 自然看不上我一个提琴手 当我把准备好的礼物递上去的时候 她母亲也是随意地翻看了几下 便笑着聊起了姜如玉儿子 听说如玉在国外考取了研究生 还有两年就要回国了 还记得吗 小时候 你们俩总喜欢黏在一起玩过家家 她当新娘 你当伴郎 她母亲眼神瞥了我一下 似乎瞅见了我板着的脸 笑嘻嘻地解释 亲叔 你别介意啊 我还以为我们家颜申能和她在一起呢 没想到当时蒋延伸对我还是很爱的 连忙拉着我的手严肃地说 妈 别开这种玩笑话 我想着喜欢的是亲叔 我们俩可是要结婚的 听到这些话 我本能地想起身离开 可是蒋延伸对我的维护 让我又一瞬间心软了 总想着再给她一次机会 于是一次一次的心软 就像是软糖一样 被人捏得细碎后 再次放进冰箱 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嘟嘟 手机又一次地响了 沈青叔 现在大家还在酒店等着你 你就这样跑出去 我告诉你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我儿子什么条件 公司副总 几十万年薪 你还敢跟他甩脸子 戒指大了就大了 抓紧时间把订婚办了 我伸手拦了一辆车 冷哼一声 你儿子的条件确实很好 让姜如玉去当新娘子吧 你们家不是最喜欢玩过家家了吗 最好连这份工作 也是过家家的 以前我顾及着他长辈的身份 给他点面子 没想到他变本加厉 老家的祭祖 要我早早地在乐团请假 回去还要五点起来做菜 要是我不干 他又会悄悄地跟蒋延伸说 这时候 蒋延伸就会语重心长地说 我妈养我不容易 你也要体谅体谅他 现在他可不是我长辈 你沈青叔我告诉你 我们家不缺你这个儿媳妇 要不是看在延伸喜欢 你连进我们家的资格都没有 我打开了免提 这不是正如你的愿望 那让有资格地做你儿媳吧 出租车顺利到达公司楼下 这是蒋延伸的公司 也是我爸的公司 刚进公司门 就看见了蒋延伸的兄弟杨辉指着我 嫂子 今天不是订婚吗 你穿成这样是来干嘛了 我笑了笑 让他蒋延伸身败名裂 你知道了 杨辉心里一惊 连忙替蒋延伸求情 那天晚上我们都喝太多了 这延伸也不懂事 把如玉当成了你 不过你放心 蒋延伸不知道的 他也是无辜的 听到这里我心里生起一阵无语 没想到他蒋延伸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不知道是不知道自己的甘利起来 还是不知道旁边的人就是姜如玉 真是好笑 太好笑了 我审清书居然被这个虚伪的人骗了两年 我没理杨辉 反而拿出门禁卡 利落地搭上了专用电梯 直奔顶楼 杨辉看着我的架势 哆哆嗦嗦地拿出手机 打给蒋延伸 从电梯到达的那一刻起 手机的震动就没停过 我瞄了一眼 是蒋延伸 估计是杨辉真的以为我要来搞事情的 所以才那么着急的吧 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谁惹你不高兴了 我把陈宇从办公室里走出来 一眼就看见我面色阴沉 眼眶红红的 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工作耽误了 连忙揽着我的肩膀 是爸爸 不对 刚刚有个会推不了 这不我现在准备过去了 刚刚你在电话里说的不订婚 是不是蒋延伸惹你生气了 听着爸爸这番话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扑到他怀里 蒋延伸出轨了 还给我买了个大的戒指 爸 我当初就该听你的话 这些凤凰男不可信 当时刚选上乐团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花枝招展的大小街 穿着最新款 还开豪车限量提包包 可是没多久乐团就传出了我的绯闻 说我被七老八十的人包养了 我一时间气不过 跟造谣的人打了起来 最后我赢了 但是也离开了这个乐团 直到三个月后 现在这个乐团才找上了我 虽然很不服气 但是我也尊重了这个行业的潜规则 穿的是没有标签的衣服 开的是最普通的大众 在别人眼里 我可能是一个好不容易攀上乐团的小可怜 就连蒋延伸都以为 我是几束花能追到的女人 所以才会对我这样不珍惜吧 我爸连忙哄着我 你爸我都是个花心的人 自然知道蒋延伸是什么样的人 好了好了 下一个更好 先回家吧 回到了家 我卸下全身装备 把煤电的手机丢一边 专心享受起了态势按摩 和蒋延伸住在小房子里 还要听他天天给我画饼 这一切都要结束了 不知道为什么 心痛的同时还伴随着一种痛快 回想和蒋延伸在一起的这些年来 我自认为做到了一个好女友的表现 可是她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没打算理这个虚伪的男人 任由自己淹没在温泉里 都说一个人最好的疗愈方式就是尽情地享受 在家完了两天 我终于记起来 我的手机开机的一瞬间 无数的电话 短信 微信 统统跳出来 蒋延伸清书快回来吧 订婚马上开始了 借着我们改天去换一个十万的 听话 乖 这是她惯用的手段 先是哄着你 然后就威胁蒋延伸 今天的订婚宴 我们家花了三十万 不可能会取消 我告诉你 十分钟之内给我回来 不然我就和姜如玉订婚 蒋延伸 别去我公司闹 我告诉你啊 果然姜如玉给我发了信息 姐姐这个戒指刚刚合适我 你没来延伸说 要和我订婚 谢谢姐姐的成全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之前你不是住院了吗 当时延伸陪着我在日本 他没告诉你 真是不好意思了 我无语地回了一句 没事 我看你也挺喜欢垃圾的 送你了 很快上面便升起了一句 对方正在输入中 我想都没想 就把他拉黑加删除了 看他还怎么对我 刚开机 我爸就给我打了电话 情书疗伤好了就过来吧 他的副总位置我还没撤销 你来给他打脸 爸爸给你安排一个股东加副总的位置 玩开心点 当时 我爸虽然惦记着蒋延伸是心思不纯的男人 可是怎么样都要和我订婚了 所以才给他升了副总 没想到对方却因此膨胀 还记得我这个小小乐团的提琴手 配不上他年薪几十万的人 现在我倒想看看蒋延伸的嘴脸 到公司楼下的时候 我开的是车库里最贵的一辆车 刚好停在了蒋延伸那二十万的车旁边 这辆车还是他借我的钱买的 当时他还说现在买了 赔价的时候就不用买了 现在看来真的是什么都要惦记我的 搭电梯上来的时候 蒋延伸看见我了 连忙把我拉到一旁的茶水间 压低声音问我 你来这里干嘛 那天你是不是来公司捣乱了 幸好我职位高 没人理你 我告诉你 我已经和如玉订婚了 要是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不过订婚一事 我们家是不会办了 到时候结婚 你们家负责全程 我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看着蒋延伸 刚想说话 对方却又说了 别来公司找我麻烦了 待会我还要开会 我告诉你 乖乖回家等着我 我转动了手中的钥匙 蒋延伸最喜欢车了 他一眼就认出手中的钥匙价值千万 眼神都直了 我痴笑一声 谁说我是来捣乱的 我是来求职的 求职快回去吧 我甩开蒋延伸的手往外走去 开会的时候 蒋延伸到得最早 因为在这里的高管 他的资历最低 而且也没什么本事 升副总的时候 大家都说他做狗屎运了 幸好我不喜欢当冤大头 看到我从门口走进来的时候 蒋延伸愣住了 他扯了扯坐在前面的我 压低声音问 你来这里干嘛 我耸耸肩 工作呀 随即我爸走了进来 在看见我的时候 向大家介绍了我们公司新来的副总 大家多多欢迎 在座的各位伯伯都是从小看我长大的 自然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大家的脸上都有慈爱的目光 可是这种目光落入蒋延伸眼里 就变得肮脏了 下班后 他从车库拦住我 清书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堕落了 陈总虽然是董事长 但是名声不好 他的女伴一个换一个 你怎么救他 脸上露出了可惜的神情 仿佛我落入肮脏的地方一样 我按着手上的钥匙 旁边的车发出嘀嘀的声音 紧接着拿出里面的棒球棍 蒋延伸还以为我是送给他的 连忙换上另一幅面孔 砰砰砰 我把车窗玻璃前挡风玻璃敲个细碎 蒋延伸立刻眉头紧锁 伸手想来打我 但是我手中的棒球棍指着他 如果敢向前一步 我就敢挥棍 这车的钱是我出的 现在我们俩闹掰了 这车自然就归我自己的车 没毛病吧 我得意地看向他 蒋延伸因为生气面部扭曲 双手青筋抱起 死死地咬着牙 沈青叔 你真的是没家教啊 蒋延伸 拿出我最在乎的一点攻击我 我是我爸妈 春风一度的孩子 我五岁那年 我妈就死了 被车撞死的 有一段时间我去过孤儿院 最怕里面的阿姨露出凶狠的表情 后来 我爸把我接回了家 当时我爸问我要不要换个姓 我摇摇头 因为我想记住我妈妈热恋期间的时候 我把这段故事掐头去尾地跟蒋延伸说过了 可是我最喜欢的男人 那我的软肋攻击我 我拿着棒球棍对着车盖 又是帮帮两下 车盖都扭曲变形了 蒋延伸气势汹汹地想伸出手来抓我 我用棒球棍抵住他的肩膀 飞速地跑到了车里 笑着说 有本事你也砸我 就看着他那张脸逐渐变红 对我破口大骂 口水都喷我车窗上了 我倒是想看他砸一下一百万多赚钱的买卖呀 我出车库的时候给拖车公司打了个电话 让他尽快把车拖走 就连房东那边我都打了电话 蒋延伸就是个又当又立的玩意 还想站着把软饭吃了 想得美 我在公司过了几天 刚出公司门口就被姜如玉拦住了 他摸着小腹 一脸憔悴 扯着我的手 青叔姐 言深 知道错了 是我迷惑他的 求求你别把车子收走 我 我可以离开的我 他一边说着话 一边哭了起来 这浮若柳浮风的模样 路过的人看了 都以为是我欺负了 他看着周围人的窃窃私语 将如玉扬起一抹微笑 继续跪下来 一边哭 一边喊着我的名字 我冷笑一声 大声说道 你离开他 当了小三 还想带球跑 你跟他三更半夜在酒店坐的时候 怎么没说离开啊 现在看他没了车子又没房子 想回到原来的生活 是吧 我没有 我们当时是不小心的 我点点头 是不小心 不小心把衣服脱了 不小心上了个床 不小心订了婚 现在连孩子都有了 怎么你是脑子不好啊 上赶着不小心 周围的人一开始 还以为是我欺负了江如玉 还看他小小年纪 就一脸憔悴 大家都以为是我的错 没想到我说出来的事情 一个比一个乍链 风向很快就变了 一个拿着包的阿姨说 美女 我支持你 现在的小女生 真的是不要脸了 上赶着给原配骂 还假装自己委屈 就是吃三荡三 看他长得人模人样的 蒋延伸看着公司门口 连忙跑出来了 他把江如玉扶起来 指着我说 当时是我不对 但是你都逃婚了 我们家请来那么多人 总不能晾着吧 所以我才和江如玉订婚的 我知道你攀上了董事长 但是也不用这样 欺人太甚吧 听着这些话 我真的觉得 这些年蒋延伸真的是 给我太多假象了 江如玉靠在蒋延伸怀里 说清书姐 你当了情人 难道就很光彩吗 陈董事长都六十多了 他除了有钱那点配得上延伸 我这几天在公司楼下看着你 对他举止亲密 想必是早就在一起了吧 蒋延伸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 难怪你当时随便找了个理由 就跟我闹掰 原来是早就有了后路 还当上了公司的副总 你一个大提琴手 在古代就是个卖唱的 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本事 听到两人的话 一旁的风向瞬间变了 姑娘 也别怪你男朋友出轨 要是我知道自己女朋友 跟一个老头睡了 我也不乐意我回 对 是吗 看你头秃又长得贼眉鼠眼的 一辈子美女人看得上吧 男人被我对得无话可说 江如玉更加嚣张 他指着我的包包 这个包包起码四十万 你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 再说了 你已经从乐团辞职了 可能是跟老男人睡了 他斩钉截铁的语气让我有些想笑 这几天我忙着在公司弄项目 都忘了把蒋延伸开除 还能让他获得N加一 现在我要让他自己提离职 是啊 我不仅睡他家 还吃他家饭 听到我这句话 大家都瞪大眼睛 蒋延伸也死死地捏着拳头 一副不想看我的神情 将如玉得意地养头 我就说吧 是他先出轨的 哎 我可没说我出轨 我摇晃手机 录出一张合照 我住我家 吃我爸 我住我爸的 难道这算出轨 全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吧 蒋延伸惊讶 你爸 你说 陈总是你爸 他激动起来 连一旁的姜如玉都忘记了 连忙甩开他 上来像握住我的手 我后退两步 指着他说 哎哎哎 我可跟你没关系 你敢碰一下 我都让你赔十几万 蒋延伸忽然想起自己的公司副总 当时他还以为是自己业务突出 特地的奖励 现在看来 他本来就是公司的驸马爷 要是真的当上了各种东西 还不是手到擒来 自从得知我的身份后 蒋延伸又和以前一样积极了 送花 送下午茶 还天天在我办公室门口蹲守 那模样 大家看了都要惊讶 特别是之前去参加订婚宴的同事 都知道他为了芝麻丢西瓜的事情 背地里偷偷骂他呢 虽然蒋延伸是副总 但是有一些项目还是需要他过手的 为了给我送下午茶 他随意地签了公司的一个重要文件 等到文件交过去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直接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当然这个损失也是骗他的 没多久 就让他做回了小经理 那些同事还想着他能帮衬自己 现在看着他纷纷落难 直接奚落 还以为他蒋延伸是多有才华的一个人 没想到就这你都不知道他生副总时候的嘴脸 就是 当时还以为自己有真本事 后来还是靠人家沈总 没想到为了一个青梅放弃了沈总 他这个算盘打得太好了 要我说就应该让他当个小保安 天天晒太阳 蒋延伸路过的时候 刚好听到昔日的好友这样评价 立刻冲进去跟人家打了一架 那同事也不是什么擅长 还是蒋延伸先动的手 进去了一趟 出来发现自己的职位又下降了 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 一个月连降三次 月底发工资的时候是一开始的三千八百 回到他父母家时 看着浮肿的姜如玉 他愤怒地把衣服摔到沙发上 都是你害我一个月三千八百 姜如玉扶着肚子 别吓到宝宝 蒋延伸 宝宝 现在我们就去打掉 然后我跟青叔和好 就能再次当上副总了 快跟我走 他好像磨正了 一直拉着姜如玉的手 姜如玉没注意 一下子从沙发上摔下来 立马就见了红 蒋延伸看着地上的一滩血 连忙笑着 好啊好啊 这样孩子就没了 姜如玉尖叫着想去摸手机 哆哆嗦嗦打了救护车 孩子勉强地就回来了 蒋母也知道我爸是公司的董事长 天天在楼下等着我 想跟我道歉 可是人没等到 倒是先中风了 幸好没什么大事 面他而已 没过多久 我又乱用了个理由给蒋延伸降职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早早地就找到了自己最后的工作 保安 我还怕他给我给公司使绊子 让他去看工厂了 他穿着不合身的衣服 脸上黑曲曲的 身材臃肿地在工厂门口站着 刚好我去视察产品 穿着剪裁合身的衣服从车上下来 黑皮红底的高跟鞋在路上发出了声响 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我眼前 不断地磕着头 清书就看在往日的情面上 你把我调回公司吧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当时真的是鬼迷心窍 他一边流泪一边扇着自己的脸 我没理他 朝一旁的总保安招招手 总保安立刻派两个身强体壮的人拉走了蒋延伸 后面我也不太关心他了 听说姜如玉的孩子因为摔了一跤 生出来就体弱多病 一岁的时候更是确诊了小儿麻痹 现在他面瘫的妈天天给孩子换尿布 当时得意洋洋的姜如玉也变得拉里拉他 穿着大马的短袖 不修蝙蝠地在超市里寻找特价菜 每天回家还要伺候蒋延伸 蒋延伸本来就是个大男子主义的男人 特别是现在从云端跌落 当了个小保安 每天都要给路过的领导鞠躬 当时在公司被他欺负的人经常去工厂 就是为了看到他那个鞠躬 蒋延伸也知道 只是死死地忍住了 公司给他交了社保 怎么样他都要混到日期 所以再苦再累也不会提辞职 这样只能辛苦僵如玉了 回到家还要给蒋延伸洗衣服做饭 照顾孩子 没过多久 蒋延伸在城里的房子也卖了 听说是给孩子治病 我看着公司更上一层楼 我也在爸爸的帮助下 在公司取得了一个有一个的大项目 窗外的日落如同画般美好 而我站在玻璃窗前看着真好 想起了他 还要感谢那个戒指 不然今天洗衣服做饭那个就是我了 这样享受的日子我还要过一辈子呢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省医院生殖科 我和丈夫苏承坐在走廊的椅子上 心里十分不安 半个小时前 苏承的精子就送到了化验室 我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等着最后的宣判通过 他满是汉字的手 我能感受到苏承内心快要抑制不住的紧张 终于 护士叫响了苏承的名字 他浑身一哆嗦地站了起来 走了两步又回过头 示意我过去取化验结果 我走到窗口 结果化验单看了一眼 心不由地沉了下去 只见化验单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诊断结果 重度若惊症 我拿着化验结果慢慢走向苏承 他看着我 脸色变得很难看 还没等我递给他化验单 他扭头就往外走去 我叫宋雅 三年前我和苏承经朋友介绍相识 那时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 苏承在一家事业单位就职 苏承人虽然长得不帅 可是他性格温和 事业心强 父母都是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家里有房有车 而我一个乡下女孩 二本院校毕业后 马马虎虎地找了一份工作 能找一个像苏承这样的男朋友 算是我撞大运了 美中不足的是 婆婆对我是农村户口不大满意 可是也熬不住苏承的软磨硬泡 最后还是同意了我俩的婚事 定亲的时候 给了我家十万元的彩礼钱 婆婆说她就苏承这一个儿子 说什么也要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 我妈也很高兴 结婚的时候 她把十万彩礼给了我八万 我不肯要 母亲就硬塞给了我 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不要让婆家看不起咱乡下人 可是结婚一年后 我和苏承却始终没有怀上孩子 又过了半年 我的肚子还没动静 不由得开始有些着急 苏承安慰我 什么事都要顺其自然 说不定哪天宝宝就来了 在孩子没来的这段时间 好好享受两人世界就行了 说实话 不着急是假的 看着身边的同龄人 一个个都有了宝宝那粉嫩可爱的模样 真的让我特别羡慕 其实 婆婆比我更着急 我俩刚结婚的时候 她就开始计划 怎么帮我们带孩子 育儿叔都买了一大堆房在她的床头上 有时候一看就是半宿 看到我俩还是一副不着急的样子 婆婆就有些着急 我那些老朋友都有孙子孙女了 就我还膝下空空 真没脸见人了 婆婆说话也越来越难听 人家生儿生女都是顺顺当当的 就咱们家这么难 后来就开始猜测不能怀孕是因为我的问题 赶快去医院查查是不是不能生啊 这样干等着可不行 苏承开始还安慰婆婆不要着急 后来被盗盗烦了 干脆就对她说 急什么 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大 不想要还孩子 你也乐得个清闲 有啥不好气的 婆婆对她直瞪眼 以为苏承是因为心疼我才会这么说的 于是婆婆看我越发不顺眼 在婆婆的一再要求下 我还是决定去医院查查 苏承想了想 说要查就去远地方的医院 不管是谁的问题 传出去总是不光彩 就这样 我们到了省城医院 生殖科大夫要求先检查苏承的身体 不能怀孕 男女双方都可能有责任 男性检查会相对简单些 如果男性没问题 再查女性身体也不迟 就这样 原本就没做检查准备的苏承红着脸去取了经验 然而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检查结果显示 我俩没有孩子是苏承的原因 回家的路上长达两个小时的车程 苏承一直沉默 他眉头紧锁 两眼呆滞地看着窗外 我主动和他说话 他才应付着说几句 一份化验单 就让这个男人变成这个样子 之前我长时间没能怀上孩子 也没见他这么消沉过 甚至还安慰我不要孩子也挺好的 过一辈子的二人世界不浪漫吗? 回到家门口 苏承低着头快速地走进电梯 连几个熟悉的邻居和他打招呼都没听见 他像逃逝地躲避着什么 把我甩到了身后都没管 我一下子明白了 苏承这是自尊心在作怪 没有生育能力是对他男性尊严的挑战 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有什么事情总要面对? 躲能解决问题吗? 再说不能生育的人也很多 我们小区就有位大嫂 结婚六年了 也没要上孩子 也没见人家要死要活的 苏承的心理素质难道还不如个女人吗? 当天晚上婆婆就过来了 看到我俩闷闷不乐的样子 把手里提着的菜放到厨房 什么也没问就走了 出门的时候还把门用力递带上 婆婆走后 一整天没说几句话的苏承突然对我说 以后谁也不要再提要孩子的事 别人要是再问你就说是你的原因 我的原因 那还不是一样吗? 咱俩谁不能生都是一个结果 不是 我是说在外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我不能生育 我怎么在同事面前抬起头 我明白了 苏承这是想让我替她背不能生孩子的锅 看到苏承可怜的目光 我还是答应了 不就是不能生吗?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不能生育的女人多了去了 苏承看到我同意了 脸色顿时好看了许多 她还立马去了厨房做了晚饭 第二天早晨 苏承上班比我早走了一会 我收拾好饭桌 也想去上班 无意中看了一眼垃圾框 垃圾框里是昨天才拿到的诊断证明 此时已变得粉碎 在检查身体之前 婆婆对于我俩的生育还抱有一丝希望 检查后 婆婆抱孙子的希望彻底破灭 几天后 婆婆就开始给我找偏方治疗 大包小包的中草药就放在我的床头上 我看着这些药材苦不堪言 就告诉苏承 能不能把她不能生育的事实告诉婆婆 苏承害怕 婆婆嘴不言时泄露了出去 摇摇头拒绝 为了不被婆婆察觉 她把草药按每日的浮量扔掉 熬药的药罐只剩下一点 用来哄骗婆婆 三个月后 婆婆看到我的肚子还没动静 就对我说 光这些草药就花了上万元 怎么就没有效果呢 这么多钱掉到水里 还能听到个响声 自那以后婆婆就很少到我家 我开始还觉得终于清静了 难得她不再过分地关心我们的生育问题 苏承还在我面前邀功怎么样 什么是忍 一忍就过去了 咱妈还能管咱们一辈子 听了苏承的话 我忍不住留下了委屈的泪水 这一段日子 我所受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婆婆 还有很多亲朋好友 他们从开始问我为什么不要孩子 到后来就关切地为我怎么治疗出谋划策 还有的人建议我可以去做试管婴儿 当然 他们也许是真的关心我 可是这其中的苦衷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陪着笑和他们解释着 宁愿苦水咽进自己的肚子里 也没说出是苏承的原因导致我俩没有孩子 没想到做试管婴儿的事情最终还是被婆婆提了出来 婆婆说这是最后的希望了 就是花再多的钱我们也要去做 其实在这之前 我和苏承也考虑过试管婴儿的问题 但考虑到若经症做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可能很低 再加上经济的原因 最终还是放弃了 这一次又被婆婆提了出来 并且她的态度坚决 看到我还在犹豫 她把憋在肚子里的话终于说了出来 实话实说 我们家绝对不能没有后人 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还不行 你们只有离婚这一条路 几天后 婆婆就打电话把我的母亲从乡下叫了过来 说是要和我妈商量一下做试管婴儿的事情 我妈是个乡下女人 对试管婴儿一无所知 可是为了我能够有个自己的宝宝 我妈同意了 只要能有个自己孩子就好 亲家母你说了算 而这次婆婆让我妈到了我家 真实的目的不是和我妈商量做不做试管婴儿 而是要让我娘家出座试管婴儿的费用 婆婆的理由很充分 亲家母 你闺女不能生育 怨不得我儿子 这钱你们不出谁出 我妈听了当时就是一愣 亲家母 我回家看看能凑多少 家里没有几个钱 没钱 订婚的时候我交给了你们十万元的彩礼 要不你们就把彩礼钱退回来 其他的我来想办法退彩礼 这算是怎么回事啊 再说我闺女结婚的时候 彩礼钱大部分都被她带了回来了呀 我不管这些 带回来的那些钱是你们对女儿的陪送嫁妆 别和彩礼扯在一起 我在旁边看着婆婆咄咄逼人的样子 再也忍不住了 我为了苏承的脸面 宁愿把不能生育的压力自己扛着 到头来换来了什么 你们不要再争吵了 彩礼钱没法退 想要孩子 问问你的儿子有没有这种能力 婆婆听了我的话 当时就是一愣 吓得苏承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我把苏承拽我的手一把扯开 今天我就明白地告诉你 苏承是弱惊症 根本就没有能力要孩子 什么弱惊症 苏承 这是真的吗 婆婆紧盯着苏承问妈 苏承看了一眼我的母亲 低声说 妈 是真的 我是不能生 你别怪宋雅 她说的是真的 你们胡说 苏承 你这是活着 你媳妇骗你妈妈 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呢 是真的 就是我不能生 苏承站了起来 我和宋雅是不会离婚的 我喜欢她是真的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 拿来诊断证明我看看 我和苏承同时一愣 那份诊断证明早就被苏承撕了 现在到哪里去找骗 我拿不出来吧 苏承 你这是要我们苏家段子绝孙 你死死守着这样的媳妇有啥用 离婚 今天我就把话说明白了 你俩要是不离婚 我就死给你们看 婆婆说完 嚎啕大哭着跑到了房外 苏承赶忙跟了出去了 拉着婆婆继续解释着 可是婆婆哪里肯信 骂苏承胳膊肘往外拐 不和自己的亲妈一条心 苏承最后也是急了 她对婆婆说:"妈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立马跟随你去 婚不能离 你也要想开些 要不然 咱这个家就毁了 苏承说完 给我使了个眼色 扶着婆婆走了 我妈看到这种情形气地直戳我的额头 你们演的是哪门子戏啊 这样的大事也敢撒谎 你真是白读书了 然后我妈又小声问我 苏承没有生育能力 我看这个婚离了也好 想啥呢? 苏承对我那么好 我不会和她离婚的 没有孩子我也认了 这都是命 就这样 一场风波终于过去了 我心里暗暗庆幸 没出什么大事 又为自己撒了天大的黄 后悔不已 从那天开始 苏承也听从了我的意见 又到了医院做了检查 并且听从了医生的意见 开始调理治疗 我心里盼望着 或许有那么一天 老天也会眷顾到我俩 毕竟家里有老公 有摇篮 有孩子的哭声 这才是一个温馨的家 苏承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后 精子的质量也逐渐开始变好 医生告诉我们 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 怀孕的希望很大 就这样 我们在希望中盼了半年 我还是没能怀上孩子 渐渐失去信心的苏承 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的身体也有问题 上次检查的时候只是查了我一个人 我看您也去检查一下 我开玩笑地对她说 要是我的身体真的有问题 你会不会和我离婚? 这你不会的 你不要多心 我就是觉得检查一下 对我们都走好处 当时我听了苏承的话 心里很不高兴 她语言里的犹豫让我有点不舒服 两天后 我独自一人去医院做了检查 结果显示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我的心终于落了地 可是苏承对我模棱两可的回答一直耿在我的心里 让我很不痛快 检查出她有弱惊症的时候 我为了她男人的脸面 宁愿背着太大的压力 现在我只是随便一问 她的话里就有了犹豫 她犹豫个啥? 回到家我告诉苏承 我的检查结果很不好 可能这辈子没法怀上孩子 怪不得苏承吐了半句话 立马闭住了嘴巴 然后她又小心翼翼地问我 是真的吗? 我点了点头 这种事不能撒谎 我没骗你 当天夜里 苏承就变得沉默不渝 我的心变得忐忑不安起来 我知道一个孩子对于家庭意味着什么 苏承也不止一次告诉我 她非常喜欢孩子 只是由于她患有弱惊症的原因 她对孩子的喜爱才暗暗藏在心里 这次我对苏承撒了个谎言 就是想看看她有什么反应 想看看我对她的真心付出能不能够换来她的真心 如果真的是这样 就是一辈子没孩子 但是能和爱自己的人相守又有何妨? 看着躺在床上背对着我的老公 我毫无睡意 闭上眼睛就看到两个老公在打架 一个真正爱我 另一个以爱的名义成全着自己的自私 第二天很久没有再去 我家的婆婆又来了 她满脸带笑 看起来有些兴奋 我连忙叫了生妈 婆婆没有理我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二郎腿翘了起来 宋雅!你不要怪我 也不要怪苏承 原先你替苏承背了黑锅 我先说声谢谢 可是现在你又检查出来不能怀孕 真是风水轮流转 你就高抬跪手 放过苏承吧 我是不能怀孕了 我也相信苏承不会嫌弃我 就像那时我没有嫌弃她一样 离不离婚你说了不算 宋雅妮怎么还不明白 如果苏承不想离婚 我就是死了也不可能拆散你们 实话告诉你 苏承对你也不是没有感情 也正是因为这样 她才不好意思亲口告诉你 你识相点 我们也会为你不能生孩子的事情保密 兴许你还能再找个男人 哦 对了 苏承还让我告诉你 她感恩你对她的好 离婚后她会把这套房子给你 还有你们所有的财产都可以平分 她对你也很不错了 你让苏承亲口告诉我 离婚也可以 可也要离得明明白白的 这还不明白吗 苏承就是因为自己有弱惊症 才死活和你在一起 现在她好了 她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可是你又查出毛病来 不要怪别人 要怨就怨自己命不好 还有在你俩离婚之前 苏承不会再回到这里 你们赶快办好手续 房子属于你的了 苏承可以说很对得起你了 婆婆走后 我独自坐在那里 陷入沉思 如果苏承真的是想和我离婚 我也没必要死守着这个自私的男人不放 一天 两天 一周过去了 苏承果然没有过来找我 我的梦彻底醒了 原来所有的爱都是假的 假到我信以为真 假到我用心呵护着 当成了我一生的宝 我主动去找了苏承 告诉他我同意签离婚协议了 苏承张了张嘴巴 想说什么 被我制止了 多说无意 那张嘴巴里吐出的谎言 曾经填透了我的生命 现在他说出的每一个字 只会让我感到恶心 第二天 我和苏承就办理了离婚手续 我俩的婚姻就此结束 走出手续办理大厅 我感到轻松了许多 没有不舍 一点都没有 临走时 我拿出了我的那份妇科诊断证明 递给了苏承 他有些惊讶地接了过去 刚看了一眼 就愣在了那里 苏承 祝你好运 我看着苏承一笑 另外 我还想告诉你 你不但患有若精症 而且还有精子不液化问题 当时我害怕这件事对你打击太大 才有所隐瞒 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告诉你这件事了 若精症和精子不液化同时存在 你要享有自己的孩子 就要有买彩票中大奖的运气 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我转身走了 身后传来苏承喊叫我的声音 可是我再也不会回头了 你不可不得了 你不可不得了 我说从前练习就好 我发现了 你不得了